第1098章找死 是死定了 凝聚一个原始符文雏形 就需要300克原零食 龙晨现在等于刚刚巩固境界 连铸台一重天都不算 因为当这颗原始符文从雏形 演化成完全体 也就是真正的原始符文之后 才算是进入了铸台一重天 稳固境界是最简单的一个过程 也是需要能量最小的 想要进阶铸台一重天 所要吸取的能量 将是这个时候的数倍 如果只是进阶一重天也就罢了 关键是从一重天进阶到二重天 需要凝聚九个符文 一个比一个难度大 需求的能量都是以倍数低增 那么二重天 三重天一直到九重天 龙晨简直不敢想了 他觉得自己头都大了 原本龙晨得到了十亿元零食 以为从此在铸台境一事无忧 甚至还有大笔剩余 可以换取更多的资源 如今这么看来 这十亿元零食 够不够他突破到铸台巅峰 都没有一点把握 呼 龙晨手心之中 一颗符文在跳动 这是龙晨的原始符文 符文之中 外形成环状 巴掌大小 里面有点点细小的流动 彭腹一颗珠子 里面装满了无数尘埃 又好像一片宇宙中的 无数星辰在闪烁 符文在龙晨手中转动 散发着柔和的光辉 一点也不狂暴 但是他出现之后 空间开始大范围的扭曲 整个世界 彭腹置身于水中 带着一种 无法言语的律动 不是原始符文 就是本命之符吗 可以演化出本命神通吗 为什么 我什么都感受不到 龙晨呆呆地看住 这枚原始符文 闭上眼睛 缓缓感应 符文就是符文 它好像处于一种 奇异的休眠状态 无法跟龙晨生出共鸣 虽然处于一种休眠状态 不过却可以给我提供 源源不绝的能量 而且每一道原始符文 都可以抽取外界力量 滋养自己 储存能量 并不完全依靠四个气海 这是让 龙晨最为兴奋的事情 也就是说 龙晨如今不光有四个气海 更有十万八千 俏学储存的灵源 可以提供给龙晨海量的能量 将原始符文收好 龙晨微微一笑 有了十万八千俏学 龙晨有了足够的底气 龙晨出关后 发现大部分战士都不在卧龙山 一打听才知道 都去玄天塔参悟玄天屠戮了 龙晨这才想起来 玄天屠戮正常情况下 只对铸台镜弟子开放 机缘只有一次 能不能抓住 就看他们了 只是因为位置有限 很多人去了也是排队 一部龙学军团的战士 钱翠在家里等住了 刚晋升助台镜 稳固了境界 这个时候需要一段时间 去适应暴涨的力量 不宜继续修行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悠闲 唐婉儿去参悟玄天屠戮了 五品添交是不需要排队的 不光是唐婉儿 古阳 宋明远 李奇 郭然也都去了 上次渡劫 郭然半条命都扔进去了 不过这小子是打不死的蟑螂 也不知道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凝聚出了一枚奇特的原始符文 经过筑器阁阁主的鉴定 那是一枚罕见的筑器神符 也就是说 果然有成为神匠的苗子 神匠那是能够铸就神器的存在 当听到这个消息 果然的尾巴几乎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刚要出来装兵 就被筑器阁的阁主给抓住 去参悟玄天屠戮了 而且给他指定了一条筑器之道 让其去参悟 跟龙晨当初那种无头苍蝇乱状不一样 直奔主题而去 其他弟子也都一样 长老们会根据弟子的特长天赋 支点他们参悟的方向 免得白白损失了天大的机缘 龙晨也刚刚稳固境界 刚好有一段短暂的空闲时间 龙晨拉着孟琪去逛真龙岛 一路之上 无数人被孟琪的美貌所倾倒 但是当看到龙晨 无不赶紧把目光撤离 龙晨 你现在在玄天道宗 可是出了天大的恶名呢 没有几个不怕你的孟琪 拉着龙晨的手 看着那些弟子 一个个见到龙晨躲牢远 不禁有些好笑 在玄天道宗 男女在一起 手牵手走路 是一种很嚣张的行为 因为道宗弟子 是不允许双修的 这是道宗的道统 一旦婚娶 弟子身份就会被解除 福利也跟住取消 从此成为平民 通常只有修为到了尽头 终生无望突破的弟子 才会选择婚娶 繁衍子嗣 对强者来说 追随者无数 可以有暧昧关系 但是绝对不会如此 明目张胆地拉手走路 但是龙晨不管这些 就那么拉着孟琪的小手 因为他知道 孟琪虽然有些羞涩 但是他内心渴望一种呵护 而龙晨这种行为 正是一种证明 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鬼 不是曾经骂过我 就是背后诋毁过我 要骂就是心中嫉妒我 否则根本不会畏惧我的目光 龙晨笑道 晋升到了筑台镜 龙晨心境更上了一层楼 那些目光闪避的家伙 都是因为心虚 所以不敢看龙晨 走在真龙岛的永道上 看住两边的商铺 如果不是周围的人 全部都是高阶修士 真的跟世俗界很像 两人牵手闲逛 孟琪笑脸盈盈 十分开心 十分满足 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轻松氛围 孟琪 你有没有想家 龙晨问 不怎么想 估计他们也不太想我吧 孟琪眼睛微微有些红 龙晨顿时有些尴尬 他恨不得抽自己的嘴巴 孟琪幼时就被风魂阁说为弟子 孟琪当时又小 不想离开 哭着要求父母不要把他送走 但是换来的却是严厉的喝泽 然后又看到父母被助他 收取了风魂阁长老礼物后 那喜笑颜开的表情 那时他的心都碎了 而进入风魂阁之后 又被风魂阁阁主 当成未来的媳妇培养 命运都攥在别人的手中 看不见希望的孟琪 很多次想过自杀 后来风魂阁知道了 他还有一个只妇为婚的未婚夫 就要将龙晨灭杀 他怜悯龙晨无辜 亲自下山来退婚 结果这一场退婚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所以他现在很满足 也感觉很幸福 但是对于父母当初的态度 一直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 孟琪为人善良 但是父母的行为 对他来说伤害太深了 他甚至无法原谅他们 对不起 龙晨有些尴尬 赶紧道歉 傻子 为什么要道歉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感觉前所未有的安宁 我很开心孟琪展颜一笑 眉目之中全是深情 看住孟琪的笑容 清澈的眼神 龙晨心中越发的愧疚 龙晨欠身边红颜知己的情太多了 多到一辈子也还不完 龙晨想要承诺什么 但是忽然发现 他什么也承诺不了 自己的身世还没揭开 都不知道自己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还有睡梦之中 那个始终急迫的声音 让龙晨有着强大的危机感 彭扶一块巨石 压在龙晨的心口 让他喘不过气来 龙晨 你不用自责 选择陪在你身边 是我们自愿的 不管是上天入地 为神为魔 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其实我跟婉儿都是幸福的 相比我们 小倩 知秋和楚遥才是最难熬的 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早日团聚 圆了你的愿望 孟琪说到最后 翘脸盛下 如三月桃花 美艳不可芳物 龙晨心头一荡 他明白孟琪的意思 不禁心头火热 看住孟琪秋波流转 眼神一热 伸手估住了孟琪的仙妖 不要 这里人多 孟琪吓了一跳 急忙低声道 真是不要脸 大庭广众 做出如此不知羞耻之事 你当玄天道宗是你家吗 就在这时 一个长方脸 微微带几颗麻子的男子冷喝道 龙晨顿时大怒 孟琪却更加羞得无地自龙了 龙晨转头看去 发现那个弟子 竟然是上一届弟子 修为真挚铸台后妻 而且他周身天道符纹流转 竟然呈现六种颜色 居然是六品天行者 不过他此时气息激荡 显然是刚晋升六品天行者 还无法控制天道之力 那个人龙晨认得 曾经站在高显阳的身后 龙晨之所以能够记得他 是因为他的脸 因为不是所有人 都能长出一张长方形的脸 就跟一块砖头立起来一般 想不记得都难 不过那次龙晨记得 他不过是个五品天行者 此时竟然成为一位六品天行者了 原来这砖头脸的强者 这次大战捞取了不少积分 在把积蓄全部花光后 换取了一次天塔祝福的机会 天塔祝福 跟当初众人获得那门弟子时 获得的祝福 有点类似 但是却更加强大 因为这种祝福 是针对一个弟子的 有概率让弟子凝聚出 下一个天道符文 成为六品天行者 天塔祝福 消耗太过恐怖 故而消耗的积分也恐怖 那弟子十年积蓄 全部搭进去 才换取了这个机会 结果真的成功了 自信心急速膨胀 今天刚好来购买一种顾天丹 来稳顾天道之力 却碰到了龙晨与孟琪 在轻轻握握 不禁又是嫉妒 又是眼红 直接口出恶言 看什么看 一对贱人 还不滚砖头脸男子 吐了一口口水 冷笑道 孟琪脸色一变 她不是因为愤怒 而是感觉有不妙的事情要发生 当 龙晨眼神冰冷 一滴鲜血滴在名牌之上 一道钟声 在玄天道宗的上空响起 赫然发起了生死约战 第1099章 再约生死战 龙晨 孟琪看住龙晨 美目之中全是感动 龙晨从不在乎 别人对她的侮辱 甚至可以一笑置之 但有人侮辱她 那就是触碰了龙晨的逆灵 龙晨立刻会变身一尊杀神 维护她的一切 你 找死砖头脸一脸的惊怒之色 她没想到龙晨竟然如此直接 而且此时 龙晨冷冷地看住她 就好像看住一具尸体一般 双眼之中没有一丝情感 竟然让她心里生出一种恐惧 什么人发起生死约战 忽然一声冷喝传来 一位真龙岛的守卫长老出现 弟子龙晨 向这位弟子发起生死约战 不死不休 望长老应允龙晨冷冷地道 那位长老看清楚龙晨之后 不禁瞳孔微微一缩 显然认出了这个都快把玄天道宗 掀翻天的人物 不禁一阵头疼 你可否应战 那长老认出了龙晨 钱翠连劝都懒得劝了 龙晨要是听人劝 就不叫龙晨了 直接问那砖头脸 哼 既然你找死 那就成全你 弟子应战那砖头脸冷笑 眼神之中浮现一抹狠力 那位长老沉默了一会儿 似乎在等什么 片刻后 开口道 挑战成立 一个时辰后 进行生死约战 说完话 那位长老就离开了 龙晨和那人的名牌 之上 都出现了一道亮丽的符文 证明约战已经成立 他们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准备 龙晨 回去准备一幅好点的棺材吧 另外你的女人 我会替你照顾的 哈哈 啪 砖头脸刚说完 一只大手就狠狠抽在了她的脸上 一声爆响 那砖头脸的脸 差点没被抽成两截 满口大牙在空中散落 化作一道道完美的抛物线 把周围的人都看傻眼了 噗 那砖头脸一口鲜血喷出 龙晨那一巴掌 把她半边脸给抽碎了 脸部骨骼凹进去一大块 看上去极为诡异骇人 找死 那砖头脸怒吼一声 全身凌云爆发 一股鼠玉柱台经后期的微压爆发 空间磅扶一下子变得凝固了 何人敢在真龙岛放肆 就在这时 刚刚离去的那位长老又出现了 对住那砖头脸怒吼道 你们是不是都想受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走路太急 撞我手上了 不幸你问她 龙晨淡淡地道 尼玛 又是这个理由 那个真龙岛的长老都有些看不过去了 上次就是这么被她蒙混过关的 龙晨 这次我认灾了 一个时辰后 我会要你的命那砖头脸强者 咬牙切齿地道 可是她忘记了 她已经是无耻之人 说话漏风 根本无牙可咬 那人恨恨离去 龙晨也带着孟岛离开了 原本在周围看热闹的人 都纷纷散去 他们散去后 直奔生死台而去 同时尽量互捧换友 因为要有好戏看了 一开始听到终声 不少人有些发呆 这和新弟子生死越战的事情 可是极为稀有的 尤其对新弟子来说 一共就经历过那么一次 而这次再次听到终声 不禁发愣 竟然有人继龙晨之后 再次发起了 和新弟子级的生死越战 但当众人听到消息 这次的生死越战 竟然还是龙晨发起了 尤其挑战的对象 还是上一届 刚刚晋升六品天行者 修为真挚铸台境后期的 师兄级强者时 无不震撼不已 龙晨师兄太生猛了 不行 我们一定要去助威 必须 得给龙晨师兄 纳喊加油 他可是我们 外遇弟子的骄傲 因为生死擂台 虽然在内门 但是不管是内门弟子 还是外门弟子 都可以围观 一时间无数弟子 纷纷奔走相告 越来越多的弟子 如同潮水一般 涌向生死擂台 什么 老大发动生死越战了 我草 赶紧过去捧场啊 什么看价 有毛好看的 谁敢来偷东西是咋地 赶紧赶紧 腿快的兄弟 先去圈地 站好位置 龙血军团的战士们 听到龙晨 竟然发起生死约战 撒腿就跑 连卧龙山都不要了 主要是值钱的东西 都在身上了 根本不怕被偷 长老院内 一众长老你看我 我看你 一脸都无语 此时大殿内 出现了生死台边 人山人海的画面 龙晨果然是个勤快人 一刻也闲不住 李长风摇摇头笑道 不过不得不说 他来了之后 整个玄天到宗 热闹了许多 有长老也不禁跟住苦笑 能不热闹吗 这才多久 龙晨惹了多少事了 而且每一件事 都大到能把人吓死 可是龙晨干起来 是那么的自然 那么的从容 而且不是一件一件地干 而是一串一串地干 惹祸都是连续的 地狱深渊的事情 只有玄主大人 何龙晨两个人知道 其他人都以为 启动了要塞 灭杀了魔怪 从此以后 玄天到宗 会进入一段平静期了 但平静了没几天 龙晨就憋不住了 又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不管怎么说 龙晨是他们长老院的人 必须要给足够的关心才行 这也是众位长老头疼的地方 龙晨这次挑战的是 六品天行者罗秦芳 恐怕要吃大亏啊 有长老摇头到 其实这件事 明显有执法店的影子 与其说是龙晨惹祸 不如说是对方故意坑龙晨 没错 龙晨虽然强大 聪明睿智 不过弱点也特别明显 一旦有人 触碰他的逆灵 立刻就会失去理智 再明显的陷阱 也会往里跳 龙晨刚刚步入铸台 而且连一重天都不到 对战一个七重天的铸台竟强者 而且还是六品天行者 这场比试必输无疑 虽然纳罗秦芳 刚刚接受天塔祝福 属于后天六品天行者 而且还没稳定 但是龙晨再强大 也没胜算的 一时间 众位长老有些担忧 都不看好龙晨这场挑战 不过龙晨展现出的实力 整个玄天道宗 都是看在眼里的 相信玄主大人 不会让龙晨 就这么被击杀的 不过就算龙晨能保住性命 可是他修的是无敌道 一旦败北 道心受挫 很可能就这么废了 院主大人开口道 你们啊 都被表面现象给迷惑了 龙晨虽然弱点明显 但是他不是莽夫 他自有自己的打算 而且 你们有些小看龙晨了 就算龙 晨无法战胜罗秦芳 那罗秦芳想要战胜龙晨 也极为困难最重要的 是 龙晨有着近乎狂暴的战斗欲望 那是一种无敌的信念 一旦激发 罗秦芳如果心神出现破绽 败王的机会会很大 经过院主大人这么一分析 众人恍然大悟 对啊 龙晨最为恐怖的 就是他那不要命的战斗方式 跟他对战 如果在龙晨拼命的攻击下 心神露出一丝胆怯 都有可能败王 就在长老院议论纷纷之际 执法殿内 已经降级为副殿主的罗凡 脸上却挂着一抹笑容 通知罗秦芳了眉 罗凡开口道 已经通知了 让一出手就全力爆发 力求三招内击杀龙晨 最好是一招臂敌 一位老者黑黑笑道 那位老者也是副殿主 一直都是罗凡的副手 更是罗凡的心腹 那就好 这个龙晨必须死 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 罗凡阴森森的道 那位老者没有说法 不过双目之中 却浮现一抹阴尘 看住罗凡的背影 嘴角弯起了一个淡淡的弧度 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不光执法殿 各大部门 都开始关注着生死台 他们都不太懂 是什么人 同意了这场实力不对等的生死越战 是塔斯大人 亦或是玄主大人 就在整个玄天道宗 都轰动了的时候 龙晨去拉着孟奇的手 缓缓前行 目标虽然也是生死台 但是不理轻松 就好像是逛街一般 有多少把握 孟奇想了半天 最后还是问出了心中的担忧 没有把握 龙晨摇头说 你 孟奇不禁脸色微变 因为根本不需要龙晨接着道 讨厌 说话不准大喘气 孟奇轻打了一下龙晨 称怪地瞪了龙晨一眼 马德 敢骂我的女人 这次我要给那群白痴 一个大大的教训 这次一定要打疼他们 否则他们还会 不厌其烦地挑衅我 让我无法按心修炼 有时候苍蝇的危害并不大 但是却让你烦不胜烦 龙晨叹了口气道 龙晨我好开心 你对我真好 孟奇挽着龙晨的胳膊 头轻轻靠在龙晨的肩膀上 翘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被人呵护的感觉很好 尤其是被自己喜爱的男人呵护 孟奇 现在左右无人 要不我们彼此测量一下 对方的口腔温度吧 龙晨前后瞄了一眼 眼睛一转 不禁试探着道 讨厌 不行 孟奇有些扭泥 不过旋即低声道 等你赢了以后 我们回到家里 再说 说到后来 孟奇的声音已经如同蚊子一般 连脖子都红透了 哈哈 这可是你说道 我期待着龙晨一脸兴奋的道 已经跟孟奇 好久没有做这种测量运动了 孟奇娇羞无限 却并没有逃避 还勇敢地点了点头 龙晨心中大乐 恨不得现在就开始挑战 当龙晨缓缓走入生死台范围的时候 早已经挤得人山人海一般的场地 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第一千一百张颗药 龙晨师兄 必胜 龙晨师兄 必胜 龙晨师兄 必胜 龙晨刚走进擂台区域 生死台外围 数百万弟子 一下子沸腾了 高声呼喊 如怒海狂涛 一浪高过一浪 嘿嘿 看到没 我的人员还是不错的 龙晨看中那些高声呐喊 脸红脖子粗的弟子们 不禁对孟奇笑道 这数百万弟子中 九成九都市外门弟子 因为内门弟子 大多数都在玄天塔中 参悟玄天图露 收到消息的人不多 而龙晨在外门弟子中 声望最高 简直被荡成神一般的存在看待 而且在龙晨的身上 他们得到了太多的关照 如今龙晨一出现 外门弟子瞬间就沸腾了 开始高声呐喊 甚至有的人 为了体现自己的声音高 连嗓子都要喊破了 都闭嘴 生死台前 静止喧哗 忽然一声冷喝传来 震得众人耳骨轰鸣 头痛欲裂 所有弟子的欢呼声 彭扶被一刀斩断 全场变得鸦雀无声 此时 一群人走了进来 围守者长发披肩 龙行虎步 威压惊人 正是上一届第一强者 高显阳 在他身后 几十个强者跟在后面 刚开口断喝之人 正是出自他们中的一人 外门弟子 大多数都是辟海精弟子 那人同样也是一位六品天行者 刚才的声音之中 带有强大的威压 震慑住了所有人 傻逼 你特么让谁闭嘴 这是你家 你要添你家主子 也不用欺负别人来装逼吧 草 什么玩意儿 就在全场寂静的时候 一个男子跳了出来 指着那人破口大骂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郭然 郭然刚从玄天屠戮出来 就听到龙晨与人约战的消息 如果他不来 那就不是郭然了 老子就在这里说话 就在这里骂人 你特么能咋地 不服来咬我啊 郭然一脸不屑地道 郭然 你那不是骂人 你那是骂一条狗 一条走狗 龙晨纠正道 嘿嘿 老大教训的是 郭然嘿嘿一笑 虚心承认错误 此时全场一片寂静 一开始那些外门弟子 不过是来给龙晨助威的 但如今看到的场景 吓了他们一跳 龙晨这是要跟住上一届 第一强者高显阳对住前了 龙晨如今已经是 新一届弟子中最强的者 如今刚进生柱台境 难道要跟上一届 天骄高显阳争风了吗 高显阳脸色阴沉 双眼之中浮现一抹杀鸡 冷冷地看住龙晨道 屠城 口舌之力 只会彰显你的幼稚 死到临头 还敢口出狂言 真是愚蠢 我们来这里 是为了欣赏 你被杀时的精彩表情的 也就说 你们来这里 是看热闹的了 那你特么装什么大半算 你瞎避避的鸡毛 你们在这里乱放屁就可以 别人说话就不行 你以为你是选主大人 草 老子不讨厌装逼的 但是绝对不允许 有人比我还能装逼 果然大怒 指着高显阳破口大骂 兄弟们 我们口号是什么 果然高声叫道 除了我们龙穴军团 装逼者挨揍之 而不宜惯户 虽然龙穴军团 只有几百个人在 但是依旧十分给 果然捧场 高声叫道 听到没 白痴 以后在玄天道宗 想要装逼 必须先来龙穴军团报道 先考取装逼资格证书 才能装逼 懂没 果然指着高显阳大声道 你们这是在找死 高显阳怒吼 声震云霄 真的整个场地 都轰鸣暴响 他就像是一头 被激怒的雄狮 原本高显阳的身份 不该跟郭然计较 那样有识身份 可是郭然弃人的本领 得到了龙尘的真传 几句话 就把高显阳给激怒了 你高显阳就在这里 我还用找什么使 郭然微微一耸间 一脸淡然地道 高显阳双眼之中 如同要喷出火来 如果不是生死台外围 不能动手 他早就出手了 他恨不得把郭然给拍死 这混蛋太会气人了 问 陡然间前方直径 百里的生死台上 一道巨大的光幕出现 将整个生死台笼罩起来 在外面看上去 就好像一个四四方方的罩子 将整个生死台给罩住了 生死台内 无数青砖之上符文亮起 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 那些青砖消失了 紧接住一块块 由巨石铺成的地面出现 那些巨石 每一块都有百丈剑方 每一块巨石上面 都有着一个巨大的符文 那符文与周围巨石上的符文相连 整个擂台竟然形成了一个 严丝合缝的整体 居然是王级强度的擂台 上一届的弟子不禁惊呼 如今整个擂台之上 散发着厚重的气息 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 这是公王级强者切磋的强度 龙辰 我们来给你诸葳了 就在这时 苏默 沐清轩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 苏默开口道 这点小事 也麻烦苏师兄 清轩师姐亲自跑一趟 小弟真是不好意思 龙辰哈哈一笑道 这还是小事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别大意 纳罗情方实力很强的 沐清轩提醒 我相信龙辰 绝对没问题的 苏默反倒比沐清轩 更相信龙辰 拍了拍龙辰的肩膀抱 如果有机会 狠狠搓一下他们的锐气 他们这些年太嚣张了 让人不爽 那个高显扬我 干不过他 其他人 他们又不敢跟我干 我一直没抓到 收拾他们的机会 龙辰 给点力啊 放心 龙辰微微一笑道 时间快到了 那个罗情方怎么还不到 苏默一咒没到 照理说 应该提前后场才对 不过不管罗情方在哪里 只要擂台开启 他只要还在 玄天道宗范围内 就会被传送到擂台之中 擂台开始启动了 你做好准备 不要大意 我们祝你旗开得胜 沐清轩看住擂台的光幕 越来越亮 对住龙辰道 嘿嘿 借清英师姐激烟了 龙辰黑黑一笑 忽然腰间的名牌一亮 人一下子传送到了擂台之上 就在龙辰传送到擂台之上的时候 前方人影一闪 罗情方也出现在了擂台之上 当两人出现 整个场地再次沸腾 过然更是高声大喊 老大 必胜随着过然 得高声大喊 龙血战士也跟住呐喊 那些外门弟子 也跟住呐喊 呼啸声再次响起 高显阳等人脸色阴沉 但是不敢再让众人闭嘴了 但是众人给龙辰呐喊助威 让他们的心里是极度的不爽 孟奇此时跟沐清轩等人站在一起 看住这么多人 狂热地呐喊 看住擂台上的那个身影 心中生出阵阵骄傲 擂台上 罗情方的脸已经好了 又恢复了标准的砖头脸 而且牙齿也生出来了 不光如此 全身散发的能量波动 让空间开始不安地抖动 呦 竟然还嗑药了 龙辰看住罗情方 不禁有些够异的道 擂台上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但是里面的声音 却能够清清晰地传入 外面人的耳中 嗑药 所有弟子有些发猛 不太懂什么意思 这是 嗯 应该是黑虎抱羊丹 怎么没有把握杀我 以为提前嗑药就行了 龙辰略微辨别了一下 就知道这个家伙吃了什么蛋 那是一种爆发型的丹药 会让罗情方短暂内战力暴涨 什么 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竟然提前吃丹药 有人不禁大声怒斥 这太卑鄙了 闭嘴 你们懂什么 龙辰故意给别人破脏水 你们也信 脑子坏掉了 高显阳身边的一个强者怒吼道 去你妈的隔壁吧 我们老大从来就不屑于给人泼脏水 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一样 取耻 那个强者的一句话 一下子激怒了龙血战士 对着他们破口大骂 眼睛都红了 看起来好像那人再敢避避 直接出手杀人 就是 龙辰师兄何等光明磊落 你们这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没错 你们自己喜欢 干取错事 然后就推挤吉人 真是好笑 反正我们相信 龙辰师兄 他说的 就一定是真的 那个家伙 一定嗑药了 那人一句话 等于往南茅坑里丢石头 一下子激起了公愤 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那个人 那人只有一张嘴巴 如何面对数百万人的声讨 气得额头清清暴起 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龙辰的话 却让擂台上的罗秦芳感到一阵心虚 因为他确实吃药了 本来他也不想 他有绝对的把握击杀龙辰 但上面必须让他吃药 而且必须三招内击杀龙辰 最好是一招毙命 不给龙辰任何机会 无奈之下 只能如此 如今被龙辰当场揭穿 不禁恼羞成怒 周身气息弥漫而起 六种颜色的符纹范围 恐怖的威压 阵的光照都开始不停抖动 龙辰 今天你必死无疑 即使杀你 我也得不到什么荣誉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死之后 你的女人 我会帮你照顾的罗秦芳 鸣笑一声 大脚在地上一踏 背后六色符纹 形成了一双巨大的羽翼 整个人如同一道流星 直奔龙辰冲来 同时罗秦芳一拳击出 拳头之上一道符纹流转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那一拳击出的路线上 空间竟然出现了裂纹 这是超级恐怖的一击 这罗秦芳瞬间爆发了权力 要一击秒杀龙辰 面对迎面而来的一拳 龙辰不疾不徐地伸出了大手 十万八千撬穴微微震动 磅礴的力量如火山爆发 一巴掌对住罗秦芳的一拳平拍去 第1701章一击秒杀 让所有人震害的是 龙辰对住者充斥了整个天地的一拳 不闪不闭 就那么轻描淡写的一掌拍去 真是找死 高显阳身后的一位强者 脸上浮现一抹嘲讽 他甚至可以遇见龙辰被一拳打爆的情境 就连沐清轩和苏默也不经震惊 这龙辰到底在想什么 既然如此头大 这一击的恐怖 即使是苏默也要全力应付才行 轰 一声暴响 全掌激壮 肉眼可以清晰看到 空间出现大面积的波纹 在波纹之中 附带无数的空间裂缝 彭扶空间都被震碎了 当漫天波纹散去 所有人都呆住了 龙辰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一只手附在身后 如一尊山岳 不可撼动 罗秦芳恐怖的一击 只是让龙辰的头发 微微向后飘动而已 这个景象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 高显阳更是脸色一变 同时 凡是关注这场战斗的人 包括院主及强者 都不禁动容了 这到底是什么力量 长老院内 所有长老都一脸震惊地看住龙辰 因为他们看不到 龙辰的力量是从哪里激发的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龙辰并没有激发任何术法战绩 就是平级肉身之力 轻而易举地接下了这恐怖的一击 这才是所有人骇然的 罗秦芳也是大吃一惊 要知道 他这一拳 可是在要力加持下的一拳 比平时要强大一倍 可轻易秒杀同界高手 可是 这一击在龙辰身上 竟然失效了 而且龙辰的大手 紧紧握住了他的拳头 他连续挣扎了两次 竟然都没能挣脱 一时间 全场一片死寂 就连郭燃和一众龙血军团的战士 都被惊呆了 虽然他们对龙辰抱有 近乎盲目的崇拜与信任 觉得龙辰不会败的 但是依旧想不到 龙辰竟然如此轻松地 接住了这强大的一拳 就这点能耐 也要杀我龙辰 你在逗我吗 龙辰一只手握住 罗秦芳的拳头 摇摇头道 混蛋 你不要得意 血脉起零 罗秦芳大吼一声 陡然间全身血气爆发 血气冲天 背后竟然浮现出 一道血色虚影 那虚影一出现 就连擂台的防御罩 都开始抖动了 竟然毫无保留的激发灵血 难道他真的到料如此地步了吗 所有助台阱强者 不经心中震撼 所有人都知道 激发灵血 可以让战力倍增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尤其是把灵血全力激发 虽然可以激发更强大的战力 但是战力一过 就会进入一个虚弱期 不到万不得已 没人愿意这么做 而现在罗秦芳不光激发了灵血 而且是毫无保留的权力激发 这说明罗秦芳被逼入了一个绝境 不得不使出权力 这个发现 让所有人心中震撼 只是简单的一击 就让罗秦芳全力爆发 恐怕里面的战斗 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滚 罗秦芳一声断鹤 全身血气飞舞 一股刚猛无助的力量 透过拳头对住龙晨狠狠撞去 轰 一声爆响 龙晨长发飞舞 衣衫急速舞动 可是身形依旧没有半点后退 大手紧紧地抓着他的拳头 连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怎么会这样 混蛋 你给我去死 罗秦芳忽然眼中浮现一抹恐惧 又惊又怒 因为他发现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无法撼动龙晨 他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 忽然腿上光芒浮现 狠狠对住龙晨的小腹踢去 罗秦芳害怕了 外面的看不出什么 但是他已经用上了全部力量 依旧无法撼动龙晨 这让他想到了几个极为不妙的后果 眼见罗秦芳一脚踢来 龙晨摇摇头道 既然已经技穷了 那么 再见了 呼就在罗秦芳的脚将要踢到龙晨的时候 龙晨 陡然 肩手臂一用力 那罗秦芳顿时被高高举起 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砰 一声爆响 血雾漫天 充斥了整个擂台 那罗秦芳竟然被龙晨一击给摔爆了 地面太硬了 那可是连王级强者都无法破坏的硬度 结果罗秦芳被一下子摔成了血雾 啪 一只半截手臂被龙晨丢在地上 那是罗秦芳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样东西 那只握着拳头的手臂落在地上的声音不大 但是却如同大锤狠狠砸在众人的心坎中 擂台周围鸦雀无声 就连长老院 执法殿等很多暗中观看战斗的长老们 院主 阁主 殿主 大人们都陷入了沉默 秒杀 而且是最轻松的秒杀 就像是一只蛤蟆的挑衅 然后被抓住 狠狠摔在地上一半 龙晨丢掉手中的半截手臂 心中也不经震撼 他还是小看了这十万八千原始符文的力量 不过一击将罗秦芳秒杀 甚至龙晨能够感应到 罗秦芳被击杀的一瞬间 连神魂都被封在体内 一起被灭杀了 彻底魂飞魄散 九星的秘密太多了 可能我所知道的 不过是冰山一角龙晨心中不经暗叹 不过九星越强大 就让龙晨越担心 他觉得自己被迁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且无力挣扎 在罗秦芳被击杀之后 龙晨的混沌空间里 天道树上 一颗新的天道果缓缓生长 上面带着六道符文 赫然是一枚六品天道果 在晋升到了铸台镜之后 不光混沌空间再次扩大 已经达到了方圆百万里 就连天道树也开始变得巨大 天道树屹立于整个混沌空间的最核心地带 也就是黑土的中心 高度已经达到了千丈 亭亭如干 可是龙晨感应不到他的生命气息 更无法抽取他的力量疗伤 对于他龙晨值之甚少 呼 龙晨从生死台里传送到了台外 龙晨从沉思中惊醒 马德 管那么多干什么 走一步算一步吧 老大 威猛无敌亚果然跑过来 一脸激动地叫道 他发现龙晨越来越变态了 恭喜 苏默和穆清轩也都过来给龙晨道喜 不过他们脸色都有些不自然 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撼之中 缓过来 龙晨就是一个怪物 一个深不可测的怪物 一个潜力近乎无限的怪物 苏默和穆清轩眼睁睁地看住龙晨成长起来 这才半年多点 就已经如此恐怖了 实在太震撼了 这时龙晨刚好看住阴晨助脸 准备离开的高显阳 龙晨道 我不喜欢杀人 所以不要逼我杀人 一次胜利 不代表你每一次都会胜利 运气 不会永远都跟住你 下次被杀的人 或许就是你了 高显阳冷冷的道 本来算好了 这次终于可以除掉龙晨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意外 龙晨的战力居然如此恐怖 就连高显阳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甚至在龙晨身上 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让他很不安 我只是警告你而已 毕竟上天有好生之德 提醒一下 还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不眷恋尘事 我不介意送你们去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如果想要免费传票 以后就尽管来羞辱我 羞辱我身边的人吧 龙晨淡淡的道 龙晨的话 让高显阳身边的人心头意领 龙晨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再有人找茬 像罗秦芳一样乳吉梦奇 他会毫不犹豫发起生死约战 这是一种警告 也是一种承诺 明珠告诉他们 想死 那就来吧 龙晨返回卧龙山后 孟奇陪着龙晨说了一会话 然后就红着脸吻向了龙晨 算是履行了之前的增落 但当意乱情迷之下 龙晨的大手开始不老实 准备去丈量更多区域的时候 被孟奇给制止了 而且最尴尬的是 这个时候被进来的清玉给撞到了 嗨 清玉姐 好巧啊 龙晨笑嘻嘻地先开口 打破尴尬的氛围 孟奇头都不敢抬了 清玉假装没看到之前的事情 开口道 钱多多说 在外门很多丹药 都卖光了 很多都断货了 问要不要提价 毕竟我们卖的丹药 比炼丹糖便宜太多了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利润 这样既可以增加收入 又可以控制一下销量 不至于卖得太快 涨价的事情不要做 这样会影响口碑 想要长期发展 性欲非常重要 你跟他说 我这几天就可以闲下来了 会继续炼丹 让他不用担心 那些断货的丹药 很快就可以补上龙晨道 清玉这才点点头离开 清玉走后 孟奇狠狠恰了龙晨一计 都是龙晨害得他丢丑 龙晨还想商量商量 占点便宜 结果孟奇说什么也不肯 直接跑去修炼了 龙晨也只好 让火龙继续炼丹 虽然如今 龙晨暂时不缺积分了 但是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能利用完了外门弟子 就不管了 还好火龙自己可以炼丹 而且是八炉齐开 炼制一天 就可以销售一个月了 而且卖出去的积分 等于是没有任何成本 都是纯利润 利人利己 炼了一天的丹 将各种不同的丹药 都交给了钱多多 关照了他几句之后 龙晨直奔万丹堂而去 第1102章有眉目了 龙晨这是第三次来万丹堂了 负责接待龙晨的 还是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十分客气 但是礼貌中保持着绝对的距离 我是来购买的火的龙晨 直接道明来意 开门见山 咱们这里 如今还有七颗地火之种 分别是排名 那女子急忙开口介绍 所谓的地火之种 就是将地火的神智抹去 只留下本源之力 可以供给人培养 没有地火灵烧了吗 龙晨问 那地火之种虽然好 但不是龙晨需要的 龙晨想要的是地火灵烧 可以直接让火龙吞噬 这样火龙的实力增加得快 如果是地火之种 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培养 龙晨等不及 以前有的 后来就没了 那女子面色有些古怪的道 这是什么话 不过看住那女子的表情 龙晨一下子就明白了 不会咱们道宗 就只有两头地火灵兽吧 龙晨的火龙 一共吞噬了四头地火灵兽 都是 从缺心眼手中获得的 连续吞噬了四头地火灵兽 让火龙的战力 急速飙升 如今有钱了 龙晨要给火龙补一补 是的 地火灵兽通常用途不大 因为不是什么人 都有能力驯服他们的 那两头地火灵兽 还是在道宗关押了很久的存在 对于普通火修来说 地火之种 才是最需要的那女子道 龙晨一想也是 地火灵兽驯服极为困难 而且反噬的危险极大 就算有人想冒险 都未必有那个资格 反而地火之种 最适合地子们使用 虽然耗时比较长一些 但是绝对安全 而且用心培养出的地火 契合度更高 地火之种 多少积分一个龙晨问道 地火之种 要比地火灵兽贵得多 而且排名不同 价格也不同 便宜的1500万积分 贵的8000万积分不等 那女子道 我去 好贵啊 这比一件王妻还要贵 不过想想 一个丹修如果能够拥有地火 创造出的财富 远远要大于这个价值 也勉强还算合理吧 您想要哪一种 那女子问 都要了龙晨道 反正这东西又不能砍价 龙晨也懒得多费唇舌了 积分短时间内是挥霍不光的 赶紧买算了 虽然这些种子 基本上没什么用 但是可以养猪一样 把它们养大了 再给火龙吃 那好 我这就 那女子就吩咐人去给龙晨取 慢着 忽然一个老者走了进来 冷冷地看住龙晨一眼 龙晨也认出了那个家伙 正是上次想要阻止龙晨 购买云山铁像种子 却差点被龙晨一刀斩下头颅的 炼丹阁长老 万丹堂是炼丹阁的产业 由炼丹阁掌管和运营 他们有权对一些出售的丹药品品 做一些改动 老东西 脖子痒了 龙晨看住这位炼丹阁长老 就知道事情恐怕又要起波澜 放肆 你敢对长老无礼老者怒道 拉道吧 我连你脑袋都敢砍 还有什么不敢的 这也就是在玄天道宗 太平饭吃多了 才养成你这种白痴 如果在残酷的战场上 你这种圈养的蛀虫 连一天都活不过去 跟我装什么大半算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如果再扯出什么被人预定的白痴借口 今天我要是不抽烟你的老脸 我就不信龙 龙晨在那女子惊骇的目光中 轻轻拍着那长老的脸道 龙晨说到后来 双眼之中泛起一股冰冷的杀意 那长老顿时感到心头战立 彭扶被一尊死神凝食 连身体都动不了了 甚至他感觉到一把死亡之刃 已经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只要他敢妄动 立刻人头搬家 所以龙晨拍他的脸 他也不敢动他一下 这位长老自幼炼丹 一直也没上过战场 当龙晨释放出杀意的时候 他立刻就承受不住了 浑身不停地颤抖 你 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不要乱来 那长老有些哆嗦 又惊又怒地道 不是我想干什么 而是你想干什么 龙晨淡淡地道 那女子和另外十几个杂意们 都吓傻了 他们第一次看到 一个弟子 竟然可以拍着一个长老的脸说话 院规里有明确条款 担休弟子拥有一众地火后 不得再次购买其他地火 那长老有些丧气地道 他很想将自己的声音说得很高 可是他做不到 就算低声说话 都觉得声音有些发颤 这位龙晨师兄 你不要为难孙长老了 院规里确实有这么一条 实在对不起 是我忘记了 耽误了您的宝贵时间 您大人大量 不要跟小女子计较吧 那女子恳求道 龙晨看了那名女子一眼 虽然那女子一脸的真诚 但是龙晨却撇撇嘴 又是套路 明知道龙晨不会把他怎么样 故意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拉 同时给这个长老解围 那长老对他一定会生出好感 升官发财的机会会更大 好生的心机 不过他赢了 龙晨也确实想起来 院规里好像有这么一条 丹修弟子不可以同时拥有两种地火 因为地火对丹修来说 那就是第二生命 为了避免资源浪费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条规定 好吧 请恕弟子无礼 不过呢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容易激动 一激动就容易冲动 一冲动就容易轰动 一旦发生了轰动到宗的 事情 都伴随着一群白痴挂掉 如今轰动已经好几次了 白痴也挂了不少 但是我龙晨依旧屹立不倒 所以呢 我劝你做事多动动脑子 要讲究方式方法 不要稀里糊涂 做了替死鬼 龙晨说完 拍了拍那长老的肩膀 就离开了 龙晨离开后 留下那位长老和一众弟子 半天谁也不敢吭声 那个长老脸色树变 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 也离开了 那长老也是一阵后怕 龙晨说的没错 对付他的人多了 最后死了那么多人 闹得那么大 但是他龙晨依旧活得很好 他也彻底学聪明了 让万丹堂的弟子 对今天的事保密 直接回炼丹阁复命 说自己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让其他长老 暂时负责管理一下万丹堂 龙晨去了一趟万丹堂 一无所获 刚返回沃龙山 却不经大喜 闻龙兄 你来了 让龙晨惊喜的是 郑闻龙来了 钱多多正陪着郑闻龙说话呢 哈哈 恭喜龙兄进阶驻台 我都听说了 龙晨你现在在玄天道宗 可是一只独秀啊 见龙晨进来 郑闻龙不经抱拳笑道 哈哈 笑话我是不 你这都晋升驻台二重天的人了 这脸打的 可有点想啊 龙晨震惊地发现 郑闻龙竟然也晋升驻台境了 而且还是二重天的修为了 呵呵 龙兄有所不知 我们华云宗弟子 到了驻台境以后 就不再靠修炼修行了 虽然修为增速变快 但是战力却是非常弱的 郑闻龙呵呵笑道 这是为何 龙晨一愣 以前就跟龙兄说过 我们每一个华云宗的弟子 都是伟大的财富之神 最虔诚的信徒 到了驻台境以后 我们之前累积的信仰之力 会让我们进行一次脱胎换骨 但脱胎换骨之后的我们 虽然受到了财富之神的祝福 秀为从此瓶颈极为松动 更容易突破境界 但是战力会大幅下降 郑闻龙解释道 财富之神 信仰之力 龙晨心中微微移动 既然有信仰之力 那就说明财富之神还活着才对 可是为什么时间都说 在无仙神了呢 同时龙晨又想到了那个酷似冷月言的 于此 玄主大人确定他是一尊神明 而且还是存在于异界的神明 龙晨发觉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了解了 不好意思龙兄 你并非财富之神的信徒 对于财富之 神 我不方便对你透露太多 见龙晨陷入沉思 郑闻龙有些歉意地到郑闻龙神 财富之神虔诚的信徒 对于自己的信仰十分执着 就算跟龙晨关系再好 也不能透露一些东西 闻龙兄客气了 我只是忽然想到了一些问题 有些走神了 并没有任何不快的意思 龙晨笑道两个人说着话 龙晨让钱多多去弄一些简单的 韭菜 跟郑闻龙喝上几杯 上次郑闻龙屁股都没坐热 就走了 这次龙晨怎么也要略进地主之意 否则就太失礼了 显然这次郑闻龙没有上次那么急了 两人也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喝两杯 期间龙晨问到郑闻龙这边混得如何 郑闻龙不惊苦笑 说刚来的时候 真的感觉自己快要忙死了 恨不得把一个人私撑两半个人来用 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适应 逐渐开始学会了一些技巧 也培养了一些清醒 分担一下压力 感觉逐渐好了起来 龙晨不惊感到好笑 感觉两个人的情况有些相似 刚刚到中周 一切都是陌生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 才慢慢适应 对了 文龙兄 这次来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项目了 龙晨问道 他知道郑闻龙这么忙 能亲自过来 一定有要紧事 新专案肯定有 不过在这之前 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托我秘密打听的事情 已经有眉目了 郑闻龙低声道 真的 龙晨不惊大喜 第1103章 禁地魔灵山 龙晨的脸上浮现狂喜之色 这个消息 对龙晨来说太重要了 他们在大厦谷国内设立的据点 这是具体位置 郑闻龙递给龙晨一张地图到 郑闻龙口中的他们 就是月小倩的族人 龙晨离开东荒的时候 就跟月小倩说过 让他悄悄在中周设立据点 透过华云宗给他联络 如今终于联系上了 龙晨的一颗心也算踏实了 只不过不知道 月小倩来中周了没有 不过现在龙晨还离不开 但是却可以透过郑闻龙 跟他们联系 另外这次我又送来了一大批材料 数量勉强够你的指标了 郑闻龙道 龙晨一笔划大拇指 这办事效率 也真是没谁了 郑闻龙实在太可靠了 什么事都办得漂漂亮亮的 不过貌似我现在手里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卖给你啊 龙晨看看自己手里 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给郑闻龙 要知道 这批材料 龙晨当初付的那点钱 顶多只够十分之一 现在在玄天道宗流通的货币 都是积分 那东西出了玄天道宗 就没用了 总不能给郑闻龙积分抵债啊 龙兄不用急 这些材料我先垫付着 我现在有一个大项目 倒是想跟你谈谈 郑闻龙道 大专案 多 龙晨一愣 很大 你听我戏说 郑闻龙开口给龙晨讲述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丹药的项目 在八阶丹药之中 有一种名为助心通灵丹 这跟断谷镜的祭谷丹 辟海镜的荣海丹一样 都是这个境界必不可少的丹药 但是祭谷丹和荣海丹的丹方有很多 但是助心通灵丹 在祭谷镜中只有这一种辅助修行的主力丹药 祭谷镜本身吸收的是天地圆灵之力 对祭谷镜弟子来说 最珍贵的就是圆灵石了 但是圆灵石所蕴含的天地间 精纯的圆灵之力 可不是那么好炼化的 圆灵之力中 有着一丝天地形成之初 蕴含的法则精华 想要炼化 则需要漫长的时间 所以就需要一种丹药 来辅助消化这些圆灵之力 而助心通灵丹就是唯一一种 可以帮助人消化圆灵之力 而且又没有副作用的丹药 原本这种丹药的丹方 很多大宗门都有 也并不算太过珍贵 助心通灵丹价格虽然高 但是也在修行者承受的范围内 但今年不同了 这助心通灵丹在几个月前 忽然价格暴涨 一下子飙升了十倍 就在所有修行者 还在蒙蔽状态的时候 一个消息传来了 魔灵山忽然出现迷雾 封锁入口进去的人都死了 当龙城问到魔灵山是什么 郑文龙告知 那是天舞大陆七大境地之一 据说是魔界的入口 但是却没有魔物出现 非但没有魔物出现 反而有人看到地仙将士的情境 甚至有很多人听到有仙乐传出 听了让人修为大境 甚至瞬间突破壁涨 据说魔灵山十分诡异 在山口徘徊 没有任何危险 但是进入深处就是有去无回 多少年来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 为了揭开魔灵山的秘密 结果去了之后 再也没出来 关于魔灵山的传说很多 有美丽的 也有邪恶的 让人分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在魔灵山 深处消失的强者太多了 就连超越了王级强者的存在 进去了之后 同样也回不了了 所以魔灵山被名为七大境地之一 跟龙臣所经历的天舞环海一样 都是凶名昭著的地方 但是在魔灵山的外围 数百万里的地方 生长着一种名为通灵草的八截真药 这种真药十分奇怪 长在外面的部分就跟普通的草一样 但是根部却如同一只八爪鱼一般 竟然是活的 如果整颗拔出来看 就像是一只八爪鱼 头上长着一撮草 遇到危险还会钻入地下逃走 这种通灵草在中州各地也有出现 但是极为罕见 数量并不多 只有在魔灵山外围会大范围的生长 而这种通灵草很难人工栽培 容易死亡 所以整个中州 90%的通灵草都来自魔灵山 而这通灵草 恰恰是炼制助星通灵丹的主要 就在不久前 魔灵山外围忽然出现迷雾 将整个魔灵山封锁 那些进入外围采摘通灵草的冒险者 全部都消失了 后来有人悄悄靠近迷雾 想要看看究竟 结果也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这个神秘且可以吞噬人的迷雾一出现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当然震动最大的就是助星通灵丹的价格 如今助星通灵丹的价格 已经暴涨十倍了 而且还在不停地疯涨 龙城 这是整个大陆的危机 没有了助星通灵丹 所有助台经弟子 都有可能修为停滞不前 而且就在半个月前 我得到消息 丹鼓开始 有动静了 听说 他们发展出了一种 可以取代助星通灵丹的丹药 震文龙脸色有些凝重的道 龙城一下子明白了 那助星通灵丹 本来并不算珍贵 但是魔灵山莫名其妙地出事 断绝了通灵草的货源 那助星通灵丹 就成了人人争抢的丹药了 原本助星通灵丹就有些功不应求 如今断了通灵草的供应 那么助星通灵丹的供应 就要瞬间减少十倍 一下子就引起了恐慌 现在谁也不敢出售助星通灵丹了 都留住以后用 因为谁也不知道 魔灵山的迷雾什么时候消散 十年八年就消散了 对于中咒的影响还不算太大 但是万一一百年不散 甚至一千年 或者更长 那么助星通灵丹就越发的珍贵了 就在整个修行界 因为助星通灵丹而陷入惶恐的时候 如果丹塔出面 抛出另外一种 跟助星通灵丹一模一样的丹药 那将是对华云宗一种致命的打击 因为华云宗和丹谷是死对头 丹谷绝对会趁这个机会 让所有购买他们丹药的人 跟华云宗断绝关系 否则就拒绝提供丹药 以丹谷的手段 新出来的助星通灵丹 绝对会做最严密的措施 让别人无法破解丹方 这样就是奇祸可居了 如果不跟丹谷合作 那么很多势力的强者 恐怕到了助台境 就要被卡住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天才也将被卡成废材了 要知道助台境本身 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而且是秀为成长 极为缓慢的一个阶段 看上一介弟子 来到玄天道宗十年了 天才及强者 也才勉强达到助台境后期 就知道助台境升级有多么困难了 如果丹谷掌握了这个力气 很有可能会将华云宗刺成重伤 甚至从此一蹶不振 最后被彻底吞噬 所以此时郑文龙一脸的凝重 龙兄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这可是我们华云宗生死攸关的事情啊 郑文龙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 这对华云宗太重要了 小事一桩 我一会儿给你写个方子就是了龙臣孝道 这对龙臣来说 确实小事一桩 别说是一个 就算是十个 龙臣也能配得出 真的 龙兄 你真是我的福星 真是财富之神保佑 太好了 来 龙兄 我来敬你一杯 不我敬你三杯 郑文龙激动得到 对于龙臣 郑文龙是十分信任的 既然龙臣说没问题 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这让他压在心中的巨石也放了下来 其实郑文龙来找龙臣 一路上心中也十分忐忑 如果龙臣也无能为力 那他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是好了 虽然这种事情 应该是高层来出面应对的 但是同为财富之神的信徒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极大的责任感 把华云宗的每一件事 都当成自己的事 华云宗的命运 就是他们的命运 三杯酒下度后 龙臣怕郑文龙不放心 直接写出了一个丹方 寻思了一下 又写了一个丹方 这两个丹方 炼制出来的丹药 功能跟助星通灵丹基本相同 前一种和助星通灵丹的效果 基本一致 之于后一种 则是比较强大的配方 了 效果是助星通灵丹的三倍以上 照我估计 丹谷想要长久发展的话 他们会拿出药效 比助星通灵丹略差一点的丹药出来 因为药效差了 需求量就大了 依赖性就更强了 就跟当初在东荒卖药效 减半的计古丹套路一样 我给你两个丹方 后一个你们留着备用 如果对方 反击了 咱们还有还击的能力 龙臣孝道 郑文龙真而重之地将丹方收好 点头道 龙兄想的就是周到 不过咱们亲兄弟还是明算账 这个丹方 你是要直接换取收益 还是 还是算 日后收益分成吧 这样我们也算是长期合作了 对我来说 这种投资收益是最大的龙臣孝道 郑文龙摇头道 你的这次丹方 可不是简单的投资 而是解了我华云宗的燃眉之急 这笔账恐怕有些算不清了 算不清没关系 你们生意人不是 有句话叫做有账不怕算 如果有一天我们之间的账彻底算清了 恐怕我们的交情也彻底结束了龙臣道 哈哈哈 想不到龙兄 你竟然说出如此富有哲理 发人深省的话语 让文龙佩服郑文龙哈哈一笑道 来来来 事情解决了 你也不用那么住急了 咱们哥俩再喝点 顺便我有一些东西 要向你打听 龙臣拉着郑文龙坐下 两人一直喝到第二天 天亮 郑文龙终究还是有心事 不敢担得太久 就回去了 第1104章六品天道果的归宿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越来越多的弟子从悬天塔出来 但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进入悬天塔的异度空间 这需要强大的天赋和领悟能力 更需要一定机缘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龙臣如此变态的实力 可以挨个进去 找寻自己的机缘 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目标 而且能够进入异度空间的几率不到1% 而就算进入异度空间里能够成功领悟里面奥义的又不足1% 不过能够进入悬天屠路本身就是极大的机缘 好处肯定都有的就看多和少了 半个月过去后 大部分弟子都完成了悬天屠路里的参悟 回传了各自的势力 很多人回来后就被一个消息震得头晕眼花 就在他们参悟悬天屠路的时间里 龙臣竟然向上一届天骄六品天行者罗秦芳发起了生死约战 而且还是一击秒杀 这让刚刚出来 实力大涨 信心十足准备向龙臣发难的胡龟山和范松 一下子猛逼了 连上一届天骄六品天行者都能被一击秒杀 他们如果向龙臣挑战 那就是找死啊 自从龙臣一击秒杀罗秦芳之后 彻底震撼了整个玄天道宗 执法殿那边也变得老舍许多 整个玄天道宗平静了很多 等唐婉儿 古阳等人从玄天屠路中出来后 龙臣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变化 气息没什么变化 但是眼神深处 却带着一种锋利的威压 彭扶一把神兵 即使没有出窍 依旧让人感到阵阵威胁 这说明他们都在玄天屠路中 得到了各自的机缘 龙臣将所有龙穴军团的战士集合起来 每人分了一千克园林石 让他们缓缓吸收 这样可以加快进入铸台一重天 才算是真正的铸台镜强者了 玄天道宗也是有 圆灵之力可以兑换的 不过这里的圆灵之力 有两种 一种是圆灵石 一种是圆灵珠 圆灵石的价格是十万积分一颗 可以说是超级贵的存在 而另外一种圆灵珠 就相对便宜好多 圆灵珠只需要两万积分一颗 三颗圆灵珠蕴含的圆灵之力 差不多可以跟一颗圆灵石相提并论 这圆灵珠跟圆灵石有着很大的差别 圆灵石是天然的 而圆灵珠则是人工制造的 圆灵珠内的灵源 是从魔怪的金盒中提取的 虽然经过特殊处理 浓郁程度相差不多 但是圆灵珠内 依旧带有微量的狂暴气息 所以吸收圆灵珠内的圆灵之力 要小心一些 需要一边吸收 一边剔除里面的狂暴之气 进展就会慢上许多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龙晨一样 可以毫无顾忌地吸收圆灵之力 会将身体称暴的 炼化一枚圆灵石的圆灵之力 正常人需要三天左右 需要缓缓进行 但是圆灵珠却需要半个月 到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才行 但是价格便宜 所以大多数弟子 都会选择圆灵珠 对他们来说 时间很多 实惠才最重要 但龙晨不管这些 他需要跟时间赛跑 没有太多时间浪费 直接发放圆灵石 而且为了效果更好 龙晨让龙血战士 都去最顶级的修炼室修炼 积分就是用来花的 快速提升实力最重要 不能舍不得花钱 将圆灵石和积分 都分发给每一个龙血战士 让他们不要心疼积分 赶紧将积分转化为战斗力 分发完了积分和圆灵石 将众人打发走了之后 龙晨取出了那枚 闪动珠六道符文的天道果 天行者被击杀后 天道之力将要散去之时 被天道术吸收了 凝聚成天道果 现在谁服下这枚天道果 就会成为一位恐怖的六品天行者了 两位美女 你们谁准备做出牺牲 服用这枚天道果 成为我们龙血军团的第二顶梁柱 为我分担点压力 龙晨笑道 孟奇和唐婉儿知道龙晨这是怕两人尴尬 故意这么说的 毕竟这六品天道果只有一枚 实际上龙晨身上的天道果 只有这一枚了 因为所有天道果 龙晨都让郑文龙带走了 去带给月小倩的族人 数万的天道果 对于龙晨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放在手中也是浪费 不如赶紧给始魔族送去 始魔族的弟子 服下天道果 就可以成为天行者 再也不用担心被天道捕捉 可以光明正大地出行在大陆上吗 婉儿 这枚天道果 最适合你 我是魂修 用途明显没那么大 孟奇道 不要 这次一定要给姐姐你 因为每次你都让着我 我也要让你一回 否则我心里不安地躺婉儿摇头 不肯要这枚天道果 两人推来推去 都不肯要这枚天道果 最后唐婉儿转过头来 对住龙晨道 呆子 你笑什么笑 你来决定这枚天道果给谁 我告诉 你 你要是决定错了 哼 你懂的 以后休想享受了 我靠 好直接啊 我想受过什么了 不过看住唐婉儿威胁之意 异于眼表的模样 龙晨不禁好笑 其实 这枚天道果 谁服都无所谓 因为不管谁服用了 都需要保存实力 不能暴露 因为牵扯太大了 虽然玄主大人答应我 在玄天道宗内 没人敢觊觎 我的秘密 我也相信他的能力 但是自己的命运 总不能老是交到别人的手中 所以你们谁要是吞服了这枚天道果 就短时间内不能出手了 免得被人看出端倪 龙晨道 上次集体晋升四品天行者 唐婉儿等人晋升五品天行者 已经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虽然当时玄 主大人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来 把流言给压了下去 但是龙晨相信 已经有人盯上他了 虽然龙晨不惧 但是才不露白的道理还是懂的 底牌能不暴露 就尽量不要暴露 否则太危险了 所以最合适的 还是梦晨你 因为你是魂修 如果不是权力爆发 没有人能发觉 而你幼时的驾驭受尸 平常对战 只需要召唤出宠物作为主力 自己辅助攻击就行了 最不容易暴露了龙晨道 经过龙晨这么一说 梦晨终于点头 将这枚天道果收下 如果晋升六品天行者 在天道和明之下 他的灵魂之力会更加恐怖龙 陈催促梦晞 赶紧炼化天道果 因为梦晞现在一直都没有合适的宠物 上次龙晨想去给梦晞买几个宠物蛋的 但是想想 孵化它们 把它们喂养大 需要时间太长了 不如去抓现成的 梦晞去炼化天道果 唐婉儿也到风属性顶级修炼时去闭关了 开始炼化园灵时 冲击驻台翼重天不过这柱 台翼重天 需要凝聚出九个原始符文 然后将九个原始符文 压制成一个稳固的基座 才算进入一重天 如今大家只是凝聚出一个原始符文 让它彻底圆满 就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驻台镜是一个修为增长 极为缓慢的过程 但是有缘灵时 又有顶级修炼时 速度已经是别人的几十倍了 而且一重天驻击的时候 是不能靠要力辅助的 所以整个玄天道宗 几乎所有内门弟子 几乎都在修炼室内闭关 内门广场几乎看不到什么人了 龙臣也将外门丹药销售 交给了王莽等人处理 钱多多也闭关了 不过只有一个人不同 那就是郭燃 他的凝聚出了极为罕见的铸器神符 需要在铸器过程中修行 他早就已经开始 没日没夜的铸器了 拿着郑文龙提供的海量材料 开始大量打造铠甲 龙臣跑到长老院 跟院主大人询问一下 什么地方九间魔兽比较多 准备去给孟奇弄几头强大的宠物 开什么玩笑 孟奇可是驾驭寿师啊 那是他的天赋神通 现在居然连一头宠物都没有怎么行 东荒带来的地形龙和赤木圣血黄 已经被孟奇给解除契约 还他们自由了 因为他们在战场上 已经排不上用场了 如果把他们召唤出来 只会被秒杀 那不是孟奇所愿意看到的 院主大人给了龙臣一张地图 指了指上面的一个区域 告诉他 那个地方九间魔兽很多 不过非常危险 问龙臣要不要李长风陪同他一起去 因为那里有个区域 是十间魔兽的地盘 他怕龙臣乱来 龙臣谢过了院主大人的好意 这件事龙臣就不打算麻烦别人了 而且龙臣打算跟孟奇两个人一起去的 跟住一个人就不太方便了 龙臣拿着地图 回去之后 等了三天 孟奇出关了 刚刚炼化了六品天道果的孟奇 周身符文流转 不停地与天道之力击撞 发出轰鸣之声 这是孟奇还无法控制六品天道符文的结果 他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才行 不过暂时压制这种一响一炷香的时间 还是可以做到的 龙臣拉着孟奇 急急忙忙 奔出玄天道宗 一路上数次有长老盘查 龙臣直接出示院主大人给的出门令 这才放行 这也让龙臣明白了 玄天道宗看上去宁静祥和 但是外围部署却如此森严 不得不令人感慨 即使是玄天道宗这座庞然大物 在中州 也要如此小心翼翼 两人出了玄天道宗 一路向西宾市而去 直奔院主大人指定的区域 第1105章鬼崖山 苍茫大山 无穷无尽 怒风刺入天穷 长河切开群山 蜿蜒远去 不时有魔兽怒吼 惊起飞鸟无数 在一座高山之上 一男一女 凝立在绝顶之上 正是孟奇和龙臣二人 龙臣看住手中的地图 对周围的景物对照一下厚道 过了前面这条河 就进入魔兽密集的区域了 院主大人说 这片区域地下有特殊矿场 让这一片区域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磁场 这个磁场对于魔兽修行 极为有利可以说 这一大片区域 就是魔兽们的天然巨灵阵 所以强大的魔兽 都靠近这里 虽然斗争不断 死伤无数 但是这里的魔兽 依旧不肯离去 不光如此 附近还有很多魔兽 都拼命往这个区域涌来 想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 这倒是 跟我们有些像呢 我们不也是吗 拼命往中周闯 也希望站稳脚步 孟奇笑道 这个比喻很恰当 其实弱肉强食 人类修行者间的斗争 比魔兽之间更加残酷 魔兽之间的争夺 虽然血腥暴力 但是危险都在表面上 还有躲避的机会 而人类修士之间的竞争 无声无息 甚至很多人死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魔兽之间的争夺 光明正大 而且成群的魔兽 绝对不会背叛 但是人类 嘿嘿 背叛就是家常便饭 龙晨也不禁感慨道 好了 咱们走吧 龙晨说完 拉着孟奇的手 两人缓缓向前飞去 在飞过一条宽阔的大河时 孟奇不禁笑道 上次去灵界 你带着我躲在鱼堵之中 才逃脱恶难 这次不知道 会不会比上次更加狼狈 想起上次灵界的经历 两人不禁都心中意暖 有时候 记忆才是人最珍贵的财富 上次是意外 这次绝对不会了 龙晨拍着胸脯保证 轰 龙晨刚说完 陡然间下方的大河之中 浪涛涌起 一张巨大的嘴巴 直被二人咬来 那是一条长达千丈的大鱼 身体瘦长 就好像一条带鱼 嘴巴自上 长满了锋利的牙齿 看气息竟然是一头八戒中期的魔兽 噗 龙晨一指弹出 一道雷霆之剑 穿过了那头怪鱼的头颅 将他的头颅 积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瞬间毙命 要不要我请你吃烤鱼吧 龙晨笑道 不要 这头鬼牙扇是石斧魔兽 吃的都是腐烂的血肉 自身的肉都是臭的梦奇急忙摇头道 啊 那算了 好恶性 龙晨直接将那怪鱼丢入混沌空间 让黑土吞噬 化为养料滋养云山铁像 因为混沌空间扩大到了百万里 龙晨将混沌空间里 洒满了云山铁像的种子 如今树苗已经长到了石杖高 但是如今混沌空间的范围再次扩大 原来的云山铁像都没有长大 又出来这么多树苗 生长起来更加缓慢了 但是又无可奈何 想要让所有云山铁像长大 需要海量的魔兽尸体 而且还是高阶魔兽尸体才行 七阶以下的魔兽尸体 对龙晨来说 根本没什么用啊 几乎没有效果 真是奇怪了 这白驰鱼 为什么要吃我们两个呢 对于他的体型来说 我们两个连芝麻都不算吧 龙晨有些纳闷的倒 不是啦 魔兽们都有自己的领域 只要有外来者入侵 只要他们认为是对他们有威胁的 就认为对方是来抢地盘的 所以会攻击 并不是饿了 想要吃我们梦奇的 哦 龙晨和梦奇刚飞过大河 进入对面的森林 忽然一头巨大的火狼 对住两人扑来 滚 龙晨一脚将那头巴结火狼给踢飞 那火狼巨大的身体 连续翻滚 撞倒了一大片树林 估计觉得龙晨太可怕了 不敢再攻击了 而是趴在远处 对住龙晨露出尖锐的牙齿 已是警告 是不是因为小雪 梦奇看住那头火狼 低声道 嗯 看到狼类的魔兽 我下不了手龙晨看住那头张牙舞爪的火狼 叹了口气道 梦奇拉着龙晨的手 有些担心得到 小雪真的可以复活吗 对于小雪 梦奇和龙晨都有极深的情感 对他们来说 小雪不是魔兽 而是亲人 毕竟梦奇曾经亲眼看着小雪 中了冥王血咒 死在她的面前 要知道冥王血咒 乃是一招极为恶毒的灵魂之术 她知道有多恐怖 那是一种种之必死的术法 放心吧 小雪一定可以复活的 只不过 灵魂是她的灵魂 但是身躯就不是她的身躯了 龙晨道 要不 我们招一头九阶狼形魔兽 抹去对方的神魂 让小雪复生 梦奇道 龙晨摇头道 不 九阶魔兽太低级了 就算十阶魔兽也不行 小雪的复活只有一次 如果只是九阶 她又要陷入老的循环 跟不上我前进的步伐 她即使复活了 依旧不会开心的 小雪 性格温柔 但是十分倔强 她有自己的骄傲 她渴望与我并肩作战 所以我要给小雪找到的身体 一定要强大 强大到可跟我一起成长到武道绝颠 痛苦一次就够了 所以龙晨现在不能复活小雪 她要给小雪找一个强大的身体 要不要 我把这头火狼收了 梦奇试探着道 怎么 要补充心灵的空虚吗 龙晨哈哈一笑道 小雪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不需要这么做 再说了 这头火狼 太差了 还是算了吧梦奇 嘻嘻一笑 两人再次向前走 随着两人前进 发现这里的魔兽都极为凶猛 见到二人 直接发动猛烈的攻击 不过一路上 都是八街魔兽 都被龙晨击杀 送入了混沌空间化为养分 好家伙 地盘太密集了 既然没有缓冲地啊 龙晨发现 刚刚出了一头魔兽的地盘 立刻就遭到了 其他魔兽的攻击 一头八街魔兽的地盘 只有方圆几百里而已 跟外界数千里 上万里的地盘相比 这里实在太拥挤了 轰隆隆 两人翻过一座高山 一阵轰隆暴响 一头如同山岳一般的 巨大黑色蝎子 直奔二人冲来 好家伙 九街魔兽 龙晨大喜 眼见那黑色巨蝎冲来 自己也赢了上去 那黑色巨蝎一只巨大钳子 对住龙晨狠狠砸来 轰 龙晨一拳击出 砸在那巨蟹的钳子上 发出一声震天暴响 龙晨感觉手腕巨震 人向后倒飞出去 而那黑色巨蝎 也被龙晨一拳砸翻 巨大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地上 童街魔兽之中 假翘类的魔兽最为强大 这力量 绝对够近龙晨甩了甩 被震得有些发麻的手腕 不禁赞到 轰隆隆 那巨蟹翻过身体 再次对住龙晨冲来 这次两个大钳子摆在前方 就像是急速飞驰的巨车 要将龙晨撞碎 那就看看谁的力量更大 龙晨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十万八千原始符纹 微微涌动 力量如同潮水一般 向龙晨涌来 双拳挥出 对住黑色巨蟹砸去 轰 大地暴碎 泥沙飞溅 大地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 在力量上 龙晨和那黑色巨蟹 斗了个旗鼓相当 好家伙 九尖魔兽 要比地狱深渊的九尖魔怪 强大太多了 龙晨被震的双臂隐隐发痛 不禁心中震惊 呼 陡然间一道攻击 从虚空之上直奔龙晨击射而来 龙晨双臂一用力 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 轰 一条巨大的蟹尾 狠狠插在大地之上 那个位置 正是龙晨刚才站立的地方 孟奇 这头魔兽好强 你要不要 龙晨身形急速倒退 躲避着这头黑色巨蟹的攻击 边高声叫道 可是他又黑又丑 孟奇有些迟疑 翘脸之上浮现一抹为难 龙晨一想也是 孟奇一个如同地仙下凡的女子 做其是一头又黑又丑的蟹子 确实有些不太搭配 那好吧 困天火牢 龙晨一声断鹤 天地间无尽的火焰浮闻凝聚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牢 将那黑色巨蟹牢牢照住 如今的龙晨 施展困天火牢 引导时间极为短暂 几乎可以顺发 一头没有智慧的九尖魔兽 根本避无可避 轰轰轰 那黑色巨蟹在火牢之中疯狂挣扎 火牢在他的挣扎下 不停地摆动 但没有丝毫崩碎的迹象 就在这时 龙晨右手缓缓举起 食指和中指指着黑色巨蟹 瞄准他的头颅 陡然间 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形成了一道火焰 火焰凝聚之后 竟然形成了一道刺眼的光芒 炎杀之枪 随着龙晨一声低含 一道光芒 直奔黑色巨蟹的头颅 击射而去 几乎刚刚脱离龙晨的手指 就到了黑色巨蟹的头颅前方 噗 火焰之光 直接击穿了黑色巨蟹恐怖的外壳 刺入了他的脑中 并从另外一边飞出 将整个头颅击穿了一个直径障许的大洞 那黑色巨蟹头颅被击穿 依旧挣扎了半炷香的时间 才彻底死亡 这就是假翘类魔兽恐怖的地方 那个鱼不好吃 不过这些蝎子 可是人间美味 嘿嘿 我来给你做烤蝎子吧 龙晨对住孟奇嘿嘿一笑 第1106章幻影疾风暴 好香啊 孟奇看住龙晨烤盘里的蝎钱肉 香气扑鼻 让人口舌生惊 也不知道龙晨加了什么料 蝎钱中的肉 银白如雪 细腻润滑 放入口中 竟然缓缓化开 味道竟然能从鼻腔中溢出 让人通体舒泰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 孟奇惊叹道 嘿嘿 我可是担休啊 这跟炼丹比起来 太简单了 好吃就多吃点龙晨笑道 让一个炼丹师烤肉 这要是烤不好 可以一头撞死了 嗯 孟奇对住龙晨甜甜一笑 龙晨烤的蝎肉 也不知道放了什么调味料 美味挡不住 要是婉儿再就好了 孟奇不禁感慨地说 你们真是好姊妹 连吃东西都想着她 难怪她也对你这么好 龙晨笑道 因为婉儿什么好事 也都想着我啊 孟奇笑道 狭长的毛子 弯成了月牙 分外的迷人 龙晨和孟奇两人 吃吃聊聊 十分的轻松 根本没有把这个 危机四伏的区域 当一回事 两人吃到肚子 都装不下了 对于那巨大的钳子来说 两人吃的 连万分之一都不到 龙晨把两个 巨大的钳子掰下来 留着下次再吃 而那巨大尾钩 也被龙晨保留了下来 这尾钩之内 有着一个 比房子还大的毒囊 里面的毒液 龙晨测试了一下毒性 这玩意如果注入身体 拳头那么大一团 可以轻易杀死 九尖魔兽 这可是宝贝 至于巨蟹的身体 直接丢入混沌空间内 那防御恐怖的 黑色甲鞘 在黑土里 没有任何防御效果 快速融化 无尽的生命气息 被释放出来 混沌空间内 只有十丈高的 云山铁像 急速地生长 几个呼吸的时间 猛窜到了五百丈高 整个混沌空间 一下子变得 郁郁匆匆起来 好家伙 九尖魔兽的差距 竟然这么大 难道魔兽 跟妖兽的肉身 还有很大区别吗 龙晨一惊 这九尖魔兽的效果 太强大了 远远超出了 他的预料 龙晨收拾了一下 跟孟奇继续前行 龙晨问道 孟奇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宠物 飞行魔兽 必须要有一头 剩下的吗 毛茸茸的最好 我喜欢毛茸茸的感觉 我觉得毛茸茸的 比较可爱 孟奇俏脸上 挂着一丝调皮 呀 这么巧 马上就有一个 毛茸茸的家伙 龙晨忽然大叫 因为他发现了一个 毛茸茸的大家伙 坏蛋 我要的不是这个 孟奇发出一声惊叫 那是一头巨大的蜘蛛 同样是九尖魔兽 周身长满了长猫 果然是毛茸茸的 但是一点都不可爱 还猙獰恐怖 看得让人浑身起了鸡皮疙獰 呼 那巨大的蜘蛛身体高高跳起 一张巨大的猪网 对着龙晨二人召来 那蜘蛛身体巨大 但是动作却极为灵敏 速度奇快 即使龙晨也来不及躲避 火焰屏障 龙晨双手结印 前方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火焰护盾 那猪网触碰到 火焰护盾的时候 被瞬间点燃 竟然散发出 倒倒白烟 不好 这白烟有剧毒 龙晨忽然脸色一变 一手将孟琪 推出烟雾范围 孟琪肉身孱弱 挡不住这种毒物入侵 问 孟琪刚飞出区域 御守结印 一道灵魂之网 落在那蜘蛛的头上 那蜘蛛身躯一颤 一下子无法动弹了 龙晨见状 大手一抬 一道火焰之枪 击穿了巨大蜘蛛的头颅 将其击杀 将巨型蜘蛛的头颅丢入混沌空间 龙晨不禁脸色有些苍白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龙晨你没事吧 孟琪扶住龙晨 有些担忧的道 这只蜘蛛好恶心 龙晨深吸了一口气 才感觉好一些 那毒物中 有一种让人作呕的气味 十分难挡 龙晨差点吐了 走吧 我们继续 龙晨和孟琪这次谨慎了一些 前行了半个时辰 前方出现了一头巨大猎豹 周身豹蚊倒倒 老远就发现了二人 陡然间身上的豹蚊闪动 化为一道幻影 眨眼就到了龙晨二人面前 好快的速度 龙晨吃了一惊 发现那猎豹的身影时 他还在百里之外 眨眼之间就到了镜前 一爪对龙晨拍落 龙晨 这是幻影疾风暴 你替我抵挡一下 我来劫奴硬 孟琪教导 人已经飞上高空 玉手缓缓结印 一道符纹缓缓凝聚 龙晨知道 孟琪想要结出一道 能够奴役九尖魔兽的奴硬 需要一定的时间 轰 龙晨一拳砸出 一声爆响 脚下的山坡爆碎 那幻影疾风暴 被龙晨一拳震退 在力量上 他不是龙晨的对手 呼呼呼 忽然 那暗影疾风暴大嘴一张 一道道风刃破空而来 风刃长达几十丈 宛若一把把锋利的长刀 对住龙晨斩落 龙晨心头一领 脚下一动 周身雷鸣声响 人已经向旁边飞掠而过 那些风刃贴住龙晨的身边飞过 轰隆隆 风刃从大地上掠过 一条线上 无数的大树乱石都被击成粉末 一路延伸出上千里 大地被离出一条笔直的深沟 让龙晨震惊的是 这只暗影疾风暴的风刃 聚而不散 千里长的深沟 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宽度 照正常来说 这种风属性的攻击 一开始击中 到后面 必然会散开 峰值能量 一旦离体 就不受控制了 可是这暗影疾风暴的攻击 确实笔直一条 龙晨不禁扎舌 这要是被击中 可是要吃大苦头了 砰 眼见那暗影疾风暴又要张嘴 龙晨已经一个闪身 飞奔到他的面前 一脚狠狠踢在他的下巴上 那暗影疾风暴 被龙晨踢得高高飞起 龙晨一把抱住他的尾巴 光是一根尾巴 就比房子还要粗几圈 龙晨抱着都费劲 龙晨双手射出雷霆之链子 将巨大的尾巴绑住 就那么抱着他的尾巴 怒吼一声 狠狠对住大地摔去 轰 大地猛颤 大地被暗影疾风暴 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但是那暗影疾风暴 也脾糙若祸 竟然并没有受伤 就要给他来一记痕的 哦 忽然那暗影疾风暴 发出一声怒吼 尽倒在地上 疯狂地挣扎 彷復在承受着什么痛苦 龙晨这才注意到 那暗影疾风暴的头颅之上 有着一枚符文 忽明忽暗地在闪动 呼呼呼 暗影疾风暴巨大的爪子 疯狂地挠着地面 尘土飞扬 片刻就挠出了一个巨大的坑 暗影疾风暴不停地翻滚 此时梦七御手结印 眉心之中 也有着一枚符文亮起 那符文与暗影疾风暴 头顶的符文一模一样 龙晨知道 梦七这是在给那暗影疾风暴 众奴印 不过梦七只有铸台镜 照理说只能降服八剑魔兽 如今却要降服九剑魔兽 虽然梦七已经是六品天行者柱 实力再次暴涨 可是降服九剑魔兽 依旧不是那么轻松的 哦 那暗影疾风暴忽然爆起 冲向梦七 却被龙晨一脚踹飞 被踹飞的暗影疾风暴 再次陷入挣扎 龙晨这个时候才明白 梦七在用灵魂之力 压制暗影疾风暴的同时 还要分心让自己眉心符文 与暗影疾风暴头顶的符文 保持一个灵魂频率 才能成功烙印下奴役 但暗影疾风暴 不甘心被中下奴役 而且实力太过强大 梦七稍有松懈 他就会趁机反击 笨死了 怎么忘记这个事了 龙晨忽然一拍脑袋 周身血气爆发 一股狂暴的威压释放 龙晨启动了自己的灵血 其实也就是龙血 血脉威压一出 那暗影疾风暴 立刻一动不敢动 浑身哆嗦 梦七的奴役 一瞬间就烙印了上去 龙晨太好了 成功了 梦七不惊大喜 不好意思 是我太笨了 我都忘记了 我身上有真龙之血 一旦激活 他们就不敢反抗了这样 一会再遇到 合适的九尖魔兽 你先中 奴役 我再释放威压 免得他们跑了龙晨岛 梦七答应了一声 走到那暗影疾风暴身边 跳在暗影疾风暴的身上 那暗影疾风暴 略微挣扎了一下 就任由梦七 坐在他的身上了 龙晨 你也上来 我们用他来勾引其他九尖魔兽 这样效率更高 龙晨也上了 暗影疾风暴的背 梦七指挥暗影疾风暴 想前方奔去 暗影疾风暴太快了 让梦七欣喜不已 结果很快 梦七就在龙晨和暗影疾风暴辅助下 又收获了一头九尖魔兽 血同白虎 这样梦七就有两头九尖魔兽了 梦七告诉龙晨 以他目前的魂力 可以开辟出八十一个强大的灵魂空间 也就是说梦七可以驾驭八十一个九尖魔兽 这让龙晨惊喜不已 八十一头九尖魔兽 这要是遇到敌人 直接用数量就可以把对方堆死啊 嘿嘿 那咱们就给你弄八十一头九尖魔兽 梦七 你将是我们龙血军团的一大杀敌力气啊 龙晨嘿嘿一笑 与梦七全力搜寻九尖魔兽 第1107章追云吞天雀 梦七和龙晨连续捕猎 随着九尖魔兽的数量增加 就越来越简单 几十头九尖魔兽 把一头魔兽包围 那再凶猛的魔兽也猛逼了 结果就在他猛逼的时候 梦七的奴隐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他的头上 等他要挣扎的时候 龙晨的血脉微压激发 直接吓鸟 两天的时间 梦七就收获了五十几头九尖魔兽 只有三头飞行魔兽 剩下的都是地面魔兽 而且有七头都是九尖后期的存在 如果不是龙晨的血脉微压 梦七根本无力收服如此恐怖的九尖魔兽 就算有血脉微压 依旧受到了反抗 梦七的一头宠物 差点被反抗的九尖后期魔兽所击杀 不过随着收服了第一头九尖后期的魔兽后 再收服九尖后期的魔兽 就变得简单了 如今梦七的宠物大军 可以在这里横行了 不过两天之后 梦七连续重奴印 灵魂消耗得太过厉害 龙晨让梦七休息一下 不用这么拼命 趁着休息的时候 龙晨和梦七 骑着一头清灵蛮象 缓缓前行 这头清灵蛮象 乃是目前梦七手上最为强大的魔兽 清灵蛮象正是九尖后期的魔兽 周身被青色的鳞片覆盖 长长的象牙可崩碎高山 当初为了降服它 龙晨都召唤出了青龙战身 费了好大力气 才降服 如今骑在它的身上 即使闯入其他魔兽的地盘 那些魔兽们 也是有多远躲多远 不敢抗衡 就在梦七收获宠物的同时 龙晨也收获了十几头魔兽的尸体 这些魔兽都是眼蟒 灵恶 剧毒蜈蚣等一些极为丑陋的魔兽 虽然强大 但是梦七坚决不要 龙晨就将它们送入混沌空间 如今在这些魔兽尸体的滋养下 所有云山铁像已经长到了三千丈高度 虽然还没有达到四千丈的极限 但是每一株云山铁像能给龙晨提供的生命力 都是巨大的 这让龙晨心里踏实了很多 龙晨你贼兮兮的想干什么 见龙晨眼睛四处张网 同时灵魂之力大幅度散开 梦七不禁问道 我再看看 能不能找到十几魔兽龙晨道 你疯了 十几魔兽 就算不反抗 以我的实力 也没办法种下奴硬啊 梦七不禁惊呼 龙晨这个想法太疯狂了 这怎么可能 我没想着让你奴硬十几魔兽 但是万一遇到幼兽呢 我们如果偷一只 嘿嘿 龙晨眉毛上下抖动一脸坏笑 龙晨 这太危险了吧 梦七有些担忧 富贵显中求嘛 再说了 我只是试试看 能不能遇到十几魔兽 还两说呢 龙晨道 瞎说 你以为我跟婉儿一样好骗吗 这周围连一头魔兽的气息 都感应不到 就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 十几魔兽的实力范围了 怎么会遇不到十几魔兽 梦七没好气得到 晕 忘记梦七是御兽师了 对于魔兽的习性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了 看看吧 来都来了 龙晨看着梦七道 梦七也有些无奈 龙晨好奇心太重了 而且一旦决定了的事情 如果不完成 他会浑身难受 梦七只好游着他 看到了 梦七和龙晨如小偷一般 收敛了气息 从一座高山上探头下望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湖泊方圆千里左右 中间由无数干枯的大树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鸟巢 远远望去 就像是一座岛屿一般 天哪 真的有蛋 梦七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那巨大的巢穴之中 竟然有两颗房子大小的蛋 运气逆天了 梦七不禁感叹 那是因为和你在一起 龙晨不禁嘀咕 如果是他自己 恐怕别说蛋了 连毛都未必能摸到 龙晨发现 自己没运滔天 但是却不会影响别人 如果带着一个在身边 运气就没那么没了 怎么办 视野宽阔 方圆万里都能尽收眼底 想要偷偷潜过去 是不可能的 而且魔兽 是不大可能会任由两颗蛋 就这么暴露在外面的 如果外出 也是很快就回来了 如果被撞上 梦七也有些心动了 这周围方圆数万里 没有九间魔兽赶过来 就说明这里的霸主 绝对是十间魔兽 如果得到两颗十间魔兽的蛋 回去孵化 那么 即使梦七如此镇定的人 也不禁心头狂跳 拼一把 我们直接冲过去 直接抢了蛋就走 龙晨此时也想不出任何的妙计 觉得不如赌一把 反正有梦七在 他的霉运应该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还是看梦七的运气了 拉着梦七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湖中的鸟巢 同时龙晨已经做好了 全力战斗的准备 随时爆发青龙战身准备逃命 龙晨在狂妄 也没想过敢跟十间魔兽叫板 呼 让孟七和龙晨惊喜的是 两人飞到了鸟巢中间 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两人站在巨蛋面前 才感到无尽的震撼 那巨大的蛋壳如同白玉一般 上面覆盖着奇异的符纹 密密麻麻 散发着强大的威压 光是一颗蛋 就让人感到呼吸苦难 孟七赶紧收起来 龙晨急忙到 现在不是打量他的时候 我 我无法将他收入灵魂空间 孟七有些焦急的道 他玉手结印 但就是无法将这些蛋 收入灵魂空间 这些蛋是有生命的 无法收入空间戒指里 只能放在灵魂空间里 这样才不会影响 里面的生命波动 龙晨也试了一下 无法将他收入灵魂空间 龙晨又不敢尝试 用混沌珠收取 万一收进去 被混沌珠抹杀了里面的生命 那就暴点天雾了 这可怎么办 孟七有些焦急 龙晨也有些发猛 这么大的蛋 总不能就抱着他们 就这么飞啊 这太明显了 没办法 孟七一愣 看向龙晨 而龙晨眼睛也瞪得跟珠子 看着孟七 是谁在说话 孟七和龙晨忽然感到汗毛植树 这个声音不是他们发出的 是我 龙晨和孟七身体一僵 缓缓转过头去 只见鸟巢的边缘 一节枯枝上 一直拳头大小的小鸟 正瞪着眼睛看着他们 那小鸟不大 但是异常神剧 尾巴后面竟然长着彩色的羽翼 十分漂亮 但是它身上没有任何威压 更没有任何气息 人畜无害 我去 吓死我了 竟然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鸟 喂 你知不到 怎么把这蛋收起来 告诉我 我给你好吃的龙晨说完 就掏出了几颗巴结真药的果子 那是鸟最喜欢的食物 龙晨它 孟七一看着那美丽的小鸟眼神之中 浮现一抹恐惧之色 没事 我不会伤害它的 它一直在这里 应该知道一些秘密 龙晨头也没回 将手中的小果子递给那小鸟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 龙晨是非常认可的 那小鸟看都不看龙晨手中的小果子 眼睛看着龙晨 一声也不吭 好 一看就是有身份家伙 嫌少是不 这样 我给你一千颗如何 要不两千颗 龙晨在讨价还价 却没见孟琦脸色苍白如纸 孟琦一把拉住龙晨 急速倒退 与那小鸟保持一定距离 它 它 它是传说中的追云吞天 却孟琦声音情不自禁地有些颤抖 噼里啪啦 龙晨手一抖 一大把小果子都掉在地上了 龙晨双目之中 也带着惊骇的神色 它不认识追云吞天雀 但是它听过 追云竹垫 时的吞天 就说的是追云吞天雀 据说这追云吞天雀 乃是先古时期的一种 强悍无匹 即使时间魔兽之中 也是霸主级的存在 跟玄天道宗出现的骄 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强悍无匹 龙晨心头一凉 难道自己的霉运又爆发了 遇到了如此恐怖的存在 如果是其他时间魔兽 龙晨还想着逃跑 可在追云吞天雀面前逃跑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冷笑话 嗨嗨 前辈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啊 龙晨赶忙开口道 哦 你们要偷我的孩子 如今又说误会 我很想听听 这中间有什么误会 那追云吞天雀 眼睛看着龙晨二人 小嘴微动 口吐人言 时间魔兽 你通天道 开口说话 是时间魔兽们的一个特有标志 龙晨脑袋刚才进水了 竟然以为这只小鸟 类似于鹦鹉一样的家伙 竟然拿小果子去诱惑时间魔兽 龙晨都不敢置信 自己到底蠢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 我们不是来偷您孩子的 我们是看两个孩子暴露在外面 怕他们着凉 给他们带到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对 就是这么回事 龙晨陪笑道 梦奇此时脑子里一团乱 没有人比他更明白 追云吞天雀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听着龙晨竟然还敢跟追云吞天雀胡说八道 不经心中一阵焦急 却又没有一点办法 身怀真龙之血 却如此嬉皮笑脸 你丢尽了龙族的脸 如果被龙族知道 别说你是一个人类 就算是龙族之人 也一定会将你灭杀 追云吞天雀看着龙晨 冷冷地道 龙晨心头狂震 这追云吞天雀 竟然一眼看穿了自己体内的真龙精血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恐怖的存在啊 你叫什么名字 那追云吞天雀没有搭理龙晨 反而对着孟旗开口了 第1108章运气逆天 前辈 我叫孟旗 孟旗赶紧回答道 对于这头传说中的存在 孟旗有些不安 追云吞天雀凶名昭著 如今仙古时代的神兽仙兽都已绝技 身为仙古一众 追云吞天雀几乎是看不到的 如果这追云吞天雀想杀龙晨和孟旗 两人必死无疑 所以孟旗有些不安 不过龙晨倒是没那么紧张 拉着孟旗的手 给他一丝安慰 因为龙晨自始至终 都没有感受到追云吞天雀的杀意 或许是因为龙晨体内的真龙之血 有所顾忌吧 像追云吞天雀这种仙古一众 他们有自己的传承记忆 智慧不比人差 而且因为活的岁月更长 知道的东西可能会更多 你是个不错的人类 我可以把其中一个孩子送给你 那追云吞天雀开口道 什么 龙晨和孟旗一惊 他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没听错 我确实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孩子送给你 我希望你能善待他追云吞天雀道 前辈 这 孟旗依旧有些难以置信 哪有母亲会把孩子送人的 我把孩子送给你 有我自己的理由 因为我没有能力养两个孩子 三百年前 我经历了一场惨烈大战 孩子的父亲战死 而我也受了重伤 逃到这里 将他们生了下来 虽然这些年来 伤势正在恢复 但是我还要以自身精血孵化他们 如今却进入了进退两难之境 我除了维持生命之外 剩下的精血 只够孵化其中一个孩子 如果我全力孵化他们 自己就会死 如果我死了 周围的那些家伙 第一时间就会来吞噬我的孩子 所以我不能死 但是两个孩子 只能活下来一个 身为母亲 我一直无法抉择 如今已经是极限了 再不下决定 两个孩子都要死追云吞天雀 看住两颗巨蛋 声音低沉 带着丝丝伤感 让一个母亲舍弃 其中一个孩子 不管是魔兽还是人类 都是一种痛苦的选择 孟琪不经泪水素素而下 这女人天生母性的共鸣 她能理解追云吞天雀心中的悲伤和无助 前辈 我可以留下来 以灵魂之力帮你孵化他们 我们驾驭兽师有秘法 可以让他们快速孵化的孟琪道 追云吞天雀看住孟琪道 你是好孩子 谢谢你的好意 这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一场机缘 就在我要放弃其中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来了 这或许是先祖的指引 而且留在我的身边 也未必是好事 送给你也未必是坏事 天道飘渺 未来谁也不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相信你一定会善待我的孩子 来吧 在其中选一个吧 他们的命运 从今天开始会变得截然不同 至于是好是坏 还看天意 来吧 选择吧 追云吞天雀看住孟琪 让孟琪做选择 可是孟琪却犯了难 她无法在一个母亲面前 去夺走一个孩子 她做不到龙晨孟琪 有些求助的看住龙晨 龙晨叹了口气道 傻丫头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 云吞天雀不是说了吗 这都是机缘 如果我们不来 两个小家伙只能活下来一个 你这是帮前辈的忙 更不需要过一步去 以你的天赋和能力 他在你身边 一定会健康成长 最重要的是 以你的温柔善良 一定会把他 当成自己最信任的伙伴 我相信 这也是前辈放心 把孩子交给你的原因 道理谁都懂 可是真的降临在面前 这真的无法抉择 孟琪看住追云吞天雀 又看了看龙晨 他们都带着鼓励的目光 孟琪一咬牙道 还是让他们来做选择吧 看他们谁愿意跟我走 孟琪伸手再眉心一抹 两道符纹缓缓飞出 落在两颗巨蛋之上 那是孟琪的灵魂印记 灵魂印记落巨蛋之上 很快就有一枚巨大上的符纹 微微亮了一下 孟琪脸上浮现一抹喜色 那枚巨蛋竟然跟他的灵魂 产生了一丝共鸣 而另外一只巨蛋 却始终没有动静 追云吞天却开口道 果然一切都是天意 他正是我准备放弃的孩子 或许是我的心太狠了吧 追云吞天 却声音之中充满了伤感 孟琪也不经心酸 却不知道该怎么劝慰 问 陡然间追云吞天却冲天而起 瞬间消失在云端 接着四方云朵炸开 一道长达万丈的身影 出现在虚空之上 一股恐怖的威压 辐射九天十地 天地轰鸣作响 追云吞天却终于展现了本体 周身覆盖着彩色羽翼 在阳光下闪闪生辉 双翼震动 虚空崩裂 庞扶天地都容不下他的存在一般 龙晨和孟琪看住追云吞天却 心中震撼 这气息比以往遇到的任何时间魔兽 都要恐怖 追云吞天却果然名不虚传 问 那追云吞天却周身发光 陡然间从眉心处 一滴鲜血缓缓降下 那滴鲜血一出现 血液之中无尽的符号在闪烁 瑞霞滔滔 里面还闪动着神燕 鲜血滴落在孟琪选择的那枚巨蛋之上 巨蛋之上无数的符文亮起 将那滴恐怖的鲜血吸收 最后鲜血缓缓消失 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追云吞天却此时气息明显有些违靡 一个俯冲落在巢穴之上 身体再次变小 这是我身为母亲 能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追云吞天却看中那枚巨蛋道 那是追云吞天却的传承精血 吸收了传承精血 追云吞天却出生后 随着实力的提升 就可以自动觉醒技能 而不需要学习 只不过逼出这枚传承精血 那追云吞天却消耗非常巨大 闪闪生辉的毛子 颜色都暗淡了几分 其实你们领走了我的孩子 对你们也未必是福 我们追云吞天却 判出玄兽一族 面对着整个玄兽一族的追杀 也有可能给你们招来祸端 你们自己要多保重了 追云吞天却道 玄兽 就是古族的祖先 龙臣一惊 玄兽一族竟然还存在 没错 所谓的玄兽一族 不过是一个统称 玄兽之中有万族 我们追云吞天却 是其中之一指引 算了 这些秘星 不适合你们知道 总之孩子 我就托付给你们了 我希望你们能善待他 最后一句话 追云吞天却 说过了好几遍了 但是作为母亲 这是一种恳求 前辈放心 只要我龙臣活着 就没有人可以欺负我的同伴 龙臣拍着胸口保证道 嗯 这才是真龙后裔的风范 不过你也要小心 随着你修为提高 你被追杀的风险 会比我们追云吞天却更大 真龙精血 无数存在会眼红的 好了 我刚才散发了气息 为了安全起见 我要换个地方 安心抚养我的孩子 你们也赶快离开吧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祝你们好运 请不要嫌我啰嗦 请 善待我的孩子 谢谢 追云吞天却说完 嘴巴一张 一颗巨蛋急速缩小 被追云吞天却含在口中 双翼一动 就消失不见了 根本没看到他的飞行轨迹 快把他收到灵魂空间吧 这里恐怕不安全了 龙晨道 孟奇点点头 这次很容易就把巨蛋 收入了灵魂空间 但是孟奇却没有丝毫欣喜之情 反而心情十分沉重 收起巨蛋之后 龙晨和孟奇 急速离开追云吞天却的巢穴 不过龙晨依旧在周围 给孟奇收集九尖魔兽 把孟奇的灵魂空间填满 就在第二天 孟奇和龙晨 正在附近寻找最后一只宠物的时候 龙晨忽然脸色一变 让孟奇召唤出暗影疾风暴 让那暗影疾风暴 将两人吞下 驱使暗影疾风暴 缓缓靠近追云吞天却的老巢 透过暗影疾风暴的眼睛 孟奇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切事物 并且共享给龙晨 这样就可以看清楚外面的状况了 此时见两个巨大的身影 从虚空之中急驰而来 几乎刚刚看到他们的身影 就到了境前 速度之快 让人震撼 那两头巨大的身影 从空间飞过 恐怖的威压 让周围所有魔兽 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暗影疾风暴也趴在地上 外面看不出任何端倪 静静地看着那两个巨大的身影 都是时间魔兽 难道是追云吞天却的敌人 龙晨心中一惊 两头巨兽 一头是长着翅膀的老虎 另外一头是双头巨蟒 刚刚一道 在龙晨惊骇的目光中 竟然化成了人形 落在了追云吞天却的鸟巢上 一个长住翅膀 一个长住两颗人头 十分骇人 长着翅膀的那人 看了看巢穴 又用鼻子闻了闻到 是追云吞天却的气息没错 刚离开一天左右 而且还有人类的气息 龙晨和孟奇心头一惊 这人竟然闻出了人类的味道 那人又周围看了看 然后闭上眼睛感应了一下 指着一个方向道 往那的方向逃了 我们追 两人飞上半空 再次变回巨大的本体 就要离去 忽然那长着双翅的巨虎 忽然扭过头来 看向隐藏在暗处的暗影疾风暴 龙晨和孟奇顿时头皮发炸 竟然有两个人类修饰 那长着双翅的巨虎开口 巨大的爪子 对住暗影疾风暴抓来 龙晨脸色不经大变 第1109章 王死里对 巨大的虎爪 就要对龙晨和孟奇拍来 龙晨知道被发现了 就要爆发青龙战身逃命 别为两个蝼蚁浪费时间 追拿叛徒要紧 那双头巨蟒冷喝了一声 身上鳞片一阵 光芒浮现 巨大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那被生双翼的巨虎 好像很惧怕那个双头巨蟒 背后羽翼一阵 也跟住离去 瞬间不见了踪影 呼 龙晨和孟奇 从暗影疾风暴口中出来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龙晨则狠狠吐出两个字 刺激真特么刺激 刺激到死 刚才 龙晨的心都要提到喉咙了 说不怕那就是扯淡 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一阵阵后怕 走吧 不能再扯淡了 龙晨拉着孟奇 顺着原路返回 也不准备挑什么 九阶后期的魔兽了 随便找了一头九阶中期 实力不错的九阶魔兽拿下之后 直奔玄天道宗而去 回去的时候 速度要快多了 孟奇收获了一头九阶后期的飞行坐骑 只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就返回了玄天道宗 进了玄天道宗 孟奇和龙晨对视一眼 那根紧绷的神经 才彻底放松下来 这回他们被连续的时间魔兽给吓破打了 感觉外面太危险了 刚进了山门 立刻有长老过来检查名牌 这是宗门规矩 十分的严格 任何人都不例外 就算认识龙晨 也要检查 可是龙晨还没等递交名牌 忽然虚空轰鸣爆响 一座巨大的非洲 直接飞到了山门之前 那长老立刻脸色大变 力声喝道 什么人敢擅闯玄天道宗山门 那长老手中紧紧捏着一块玉符 那是玄天道宗的警报符 一旦捏碎整个玄天道宗 就会进入一级战备 所有大阵将全部开启 龙晨和孟奇也吃了一惊 静静地看着那悬浮在虚空中的巨大非洲 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如果是敌人 应该不会在这里停下 而是应该继续前冲才对 但如果是客人 怎么会把非洲直接开到警戒区域 这分明是挑衅 咔咔咔 非洲缓缓打开 伸出一道长长的阶梯 一个中年男子缓缓走出 同时在那男子身后 于贯而出几十个年轻弟子 有男有女 全部都是铸台井强者 但气息并不强 应该全部都是铸台井出七 他们都穿着紫色长袍 长袍领口和袖口都镶嵌住金色的线条 线条之上的花纹 竟然是一枚符纹 胸前以金色的丝线 绘制出了一个图案 这是一枚仙谷纹阵 每个弟子 手中都拿着一根两尺左右的手杖 手杖之上符纹密布 手杖头上更是镶嵌了无数拇指大小的晶体 龙晨和孟奇都不经惊骇 他们手杖之上镶嵌的那些晶体 其实都是魔兽的晶盒 以空间之术压入了手杖之中 那些人身上的气息波动微弱 却与整个天地宛若融到了一起 跟一般天行者的融通天地 有一定区别 普通的天行者融通天地 是一种境界和状态 而他们彷復真的与天地融合 无时无刻都在与天地沟通 镇天法宗 玄天道宗的长老 看到那些人的服饰 不经瞳孔一缩 认出了对方的来历 中周三大宗 分别是开天战宗 玄天道宗 还有眼前这些穿着紫色长袍的弟子 所在的镇天法宗 贵客降临 还不禀报 竟然在这里傻愣住 玄天道宗一代不如一代了 看住那长老一脸震惊的模样 那位中年男子摇头道 声音之中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那中年男子一开口 虚空轰鸣 群山震动 声音传遍了整个玄天道宗 那长老脸色一变 龙臣 对他 王死里对 龙臣正惊害于 那个中年男子的秀为之时 忽然脑海中传来了 玄主大人的声音 龙臣一听乐了 这个我最擅长了 走到那长老面前 对住那面容高了 不可一世的男子 上下打亮了两眼道 贵客 有多贵 多少钱一金 找死 小子你有什么资格 对法旋大人说话 还不滚开 那中年男子脸色一沉 身后一个弟子站出来 对主龙臣怒吼道 白痴 你们跑到我家门口 耀武扬威 装逼冲梦 我还没资格说话 你脑子进食了吗 再说了 做客就要有做客的样子 牛逼哄哄的来干啥呢 踢馆 砸场子 一个个牛逼的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眼睛都长到脑瓜顶上了 还用鼻孔看人 你们都这么牛逼了 还跑我们玄天道宗装什么逼 不好意思 我们玄天道宗撂小 容不下你们这么装逼大神 你们哪来的回哪去吧 龙臣摆摆手 一脸的厌恶之色 就像是驱赶一群让人恶心的苍蝇一般 玄主大人给龙臣传音 龙臣哪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本来听说玄天道宗跟镇天法宗不合 龙臣还有些不幸 如今看到镇天法宗来势汹汹 再加上玄主大人的传音 基本上就能猜出来十之八九了 这套路龙臣看过太多了 本来就看住这些人不顺眼 毕竟龙臣也是玄天道宗的一份子 宗门荣誉感还是有的 人家这么明显的挑衅 心里肯定不爽 如今有玄主大人撑腰 龙臣这要是不胡假虎为一回 他就不叫龙臣了 小辈 注意你的言辞 这就是你们玄天道宗的代客之道 中年男子面色阴沉 目光森冷 但是依旧表现得十分从容 他不能愤怒 这关系到他的身份和气度 如果跟龙臣动怒 他就落入下沉了 毕竟两人的身份相差太远 而那中年男子声音不大 但却是一种类似术法的力量普出 整个玄天道宗都能听到 他这是故意给高层听的 我玄天道宗 乃是礼仪之宗 但是礼节也是因人而已 对于谦谦君子来访 我们自然一力相接 扫踏以待 而对于那些心怀不轨 竟想着装逼踩人的 恶客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装逼者 挨揍之 而不宜惯呼 龙臣不卑不亢的道 那中年男子脸一下子就黑了 龙臣的嘴巴太毒了 及时不停地告诉自己 这是一个阴谋 不能生气 但是依旧感到头顶冒火 而那个中年男子身后 一群弟子脸色也变了 一个个双眼之中 杀鸡四溢 小子 你应该庆幸 法玄大人 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计较 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一个弟子咬牙切齿的道 吹牛逼谁不会啊 要按你的说法 我也可说 小子 你应该感到庆幸 玄主大人有大量 不跟你们计较 否则一旦激动绝杀大阵 你们全部都被轰杀成灰了 龙臣双手插腰不屑的道 龙臣这几句话 把那几位长老给吓猛了 早就已经有人上去回报了 可是高层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你 那弟子大怒 你什么你 别用你的手指指住我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小心我大嘴巴呼你 龙臣冷冷地道 他最讨厌有人用手指住他说话 这是最没教养的表现 李天玄 你什么意思 那中年男子 终于忍不住了 高声怒吼 声震久消 龙臣感觉耳朵矩 嗡嗡作响 一下子什么都听不到了 这让龙臣脸色一变 果然孟琪翘脸苍白 双手捂住耳朵 竟然有鲜血 从耳中缓缓一出 龙臣大怒 心中无比心痛 刚要对中那人破口大骂 却被孟琪一把拉住 他的伤无大碍 那是一个恐怖存在 他怕龙臣有危险 马行空 你火气依旧火爆 连闭关之人也要打脚 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玄主大人的声音传来 声音不温不火 显得气度雍容 门口放行 请来自镇天法宗的 贵客上山 玄主大人接着道 但是这个贵客 本来没什么 但是之前龙臣解释过 含义之后 那中年男子和身后的弟子们 总觉得十分别扭 那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知道李天玄 是不可能来门口迎接他了 直接带着众人 缓缓向山上行去 那些长老赶忙让道 小子 等着 龙臣和孟琪让开边 让中年男子和那些 镇天法宗弟子通过 那中年男子 看都没看龙臣一眼 倒是之前跟龙臣 说过话的男子 指着龙臣的鼻子 一脸嚣张地道 滚你妈的 真不长记性 龙臣一耳光 狠狠抽在那人的脸上 那人一方面没想到 龙臣敢动手 没有任何防备 另一方面 就算有所防备 这么近的距离 也休想躲避 啪 那弟子一声惨叫 被龙臣一巴掌抽飞 整个脸都塌陷了进去 差点一巴掌 把脑袋给拍碎 这么不结实 龙臣吃了一惊 这一击根本 没有什么力量 差一把那弟子给拍死 把龙臣吓了一跳 龙臣忽然想起来 镇天法宗的弟子 都是属修 身体极为孱弱 这一巴掌 确实证明了 他们有多脆弱了 混蛋 敢动手伤人 找死 这一巴掌不要紧 那些镇天法宗的弟子 一下子炸窝了 纷纷举起手中的法杖 就在那一瞬间 龙臣被几十道 恐怖的契机锁定